好無聊的分享 請 因為我後來回去喔 其實後面我沒有 對,有補上 我可以再補問題嗎? 請說來,沒問題 就上一團的問題補一下 因為我看到你閱讀的速度是快 然後你有提到說是關鍵字跟找到連結 對,這種 所以你的讀法有點像是心字圖的讀法嗎? 就越是掃描的讀法 對,新字圖就是有關鍵字 然後找到連結 像腦袋的腦細胞 然後跟腦細胞中間有一個突出 然後建立連結 或是說要有兩種以上的感官 所以你的閱讀速度可以這麼快 也可以說是跟這個大腦研究的這些結構會相處 可以作為一個比喻吧 對 好,所以得到一個確認 然後第二個就是你喜歡讀劇本 是因為看電影 因為我讀劇本比看電影快 對,是因為是文字可以更快的關係 還是說在讀劇本的時候 你可以有自己的 因為我們一般會覺得說影像然後劇本 其實會讓人家更容易進入那個情境 但是如果是劇本的話 就這個情境比較多需要演自己的想像力 需要想像力 可是想像出來的通常比電影能夠給我的要來得豐富 好 然後所以說得如果讀劇本也是一種共感閱讀 也許吧,可以這樣講 像我讀魔界的小說就覺得比較精彩 那看電影它拍得再怎麼樣也沒有我想像的精彩 然後還有就是上次有提到邪 就是從末次對邪作就是邪這個字 那因為邪作可能現在對很多工作者也是一個重要的觀念 概念或是工作方法 所以不想說您對邪作的工作模式有沒有提供一些好的建議 就是共同的價值先確立嘛 就是它左邊那個準心嘛 這樣子就可以去結合大家的力量 好的,確認 OK,感謝,來 第一個感覺好像很嚴肅這樣 不是啦,因為剛才就講了一個很嚴肅的題目 對,因為我剛剛其實有比較沈重一點 我試圖去打破 就是讓自己心情不要那麼沈重這樣 但是因為你在題目的過程當中 我也要找話題 對 好,那我也是延續就是說 好,不過是延續就是說 我們上次提的那部分 其實已經很好,比較累 不過是延續我們上次 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我請問您的問題有沒有 您其實也是開放給就是說 就是我們的民眾好 讀者、聽眾好 那時候有請教您就是說 您上任四年有沒有 不是上任,就是錄個四年 有沒有收拼話 對對對 那我們就從這邊開始講 好啊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當然就是我每一次其實都還是會有幾個 我自己一個大的主軸 幾個比較大的主軸 那像我們上次比較多 就放在就是年輕人身上 那這一次的話我想說就是從 比如說你的 就是這一次我們一個一個來這樣子 以免我談不管 我還是每次都大概會有準備 就是四到五個大的方向 嗯,對 我想有一個蠻大的變化 就是我以前沒有想到過說 我會變成要在一天之內有點像環遊世界一樣 以前就是最多就是白天跟台灣在地的朋友 那晚上或半夜跟最多法國 然後再加上矽谷 可能就三個地方 一天這樣子三個市區 已經是在我以前覺得 欸,蠻多了 是這樣 那但是現在的話 常常是一醒來 那就是可能就是美東的活動 那因為他們晚上嘛 所以就說我們很早 那到了中間可能就是可能日本啊 或者澳洲啊 印度啊的活動 那到了傍晚的時候就是非洲跟歐洲的活動 那快要睡覺的時候 欸,又是美西 或者有時候又是回到美東的活動 所以可能在一天之內就會同時跟五個六個 更多的市區或者文化去交流 那這個是以前沒有過的經驗 以前在做自由軟體開發的時候 當然也是24小時都有人一起開發 可是大家是在同一個文化 就是我們說黑客文化嘛 來彼此互相協作 但是現在的話 因為分享的是 好比像說怎麼樣 防治雜訊器的危害啊 或者是怎麼樣防疫啊 或怎麼樣 那像要達成這些在每一個 每一個管轄領域都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就會變成是 不是大家來配合這個黑客文化 而是我要拿黑客文化學到的一些事情 但是轉譯成這六七個 不同的文化的人能夠聽得懂的語言 那這個是蠻大的一個變化 然後一天下來可能就是六七個不同的市區也好 六七個不同的國家也好 都必須要互動 理解 那你怎麼樣去調整這樣子的變化跟互動 對 我覺得一方面就是那個選美一邊站的那個概念 會更加的 選美一邊站 對 take all the sides 的這樣一個概念會更加的切實 就是 因為像以前 畢竟還是有一些共同的價值嘛 像你參加開放原始碼的活動 一定是先認同一些行為準則 code of conduct 但是在國際政治上面就未必如此 其實大家都想要當規則的設定者 所以真正能夠要選美一邊站的話 要先得到解到說 那是怎麼樣的歷史脈絡 怎麼樣的文化 導致他們現在在國際的舞台上面做怎麼樣的主張 那這個就要花比較多的 就不管是知識上面的 或者是歷史啊 人文啊這些上面的 就比較多一點準備的時間 多一點準備的時間 可是是不是就是說 除了您過去 因為我們上次也有提到 就是說 其實您是一個對於學習不錯的人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那像現在的話 比如說 你有提到 你有提到就是說 那你要花更多的時間 就是 調整分 我是不是 除了您剛剛所提的 就是說 更多的時間去瞭解不一樣的文化 不一樣的文化 不一樣的歷史脈絡 對 然後 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 如果說回到一般人身上 有沒有 因為今天其實還有一個部分 等一下才會比較有差 就是說 那除了就是說 但是在工作上面 那生活上面呢 生活上面大概就是 作息非常的規律 因為當 傍晚也有活動 凌晨也有活動 的時候 作息不可能不規律 所以 那你過去 跟過去的差異在哪裡 過去如果想要 就是一些城市 沒寫完 那熬夜 那就熬夜 對 但是現在熬夜的話 就會變成早上七點的活動 沒有辦法參加 所以其實像 因為我們之前前兩次 一直有看到 就是說 睡眠一件事情 所以像現在就是說 您的睡眠 那時候 您的睡眠 那算是 就是跟一般人一樣 就是說 就是日出而起 日落而起 沒有啦 就大概十一點到七點 就是比較 對 或者十點半到六點半 對 那就是生活上面這樣子 對 那就不能夠差 一小時以上 就是我不能說 自己 開心了就熬夜 沒有辦法再 那關心的課題 應該也相對來講 會比較多 對不對 課題一直我的興趣 都是很廣泛 現在只是說 要各種不同文化的角度 去把同樣的 我關心的這些課題 表達出來 那可以幫我們 一樣就是說 為了讓大家能夠更輕 輕鬆的了解 就是說 您的標榜 可以幫我們出一兩個例子嗎 就是說 比如說同一個命名底下 有沒有 然後在不同文化上面的理解 跟轉譯這樣子 好啊 好比像說像 我 昨天吧 就有參加一個 他們叫做 Halifax的一個 安全論壇 那這個安全論壇 它是 國際上面 就是戰略 群體 大概都會固定每一年參加的 那在這個戰略群體裡面 當然今年他們主要還是在 討論就是 中共對於全球秩序的威脅 那這個群體他們的特色是說 很多有所謂的 informal meeting off the record meeting 就是說他們的討論是不會對外公開的 那也是所謂的七線樓規則嘛 就是 講的話 不能夠具名的說是誰講的 也不能這樣傳出去 這樣 那但是在我這邊 我以前是不會參加這樣子的活動的 因為 我以前在我們開放圓馬文化裡面 基本上 所有的討論都是透明的 就算是 就是一小群人討論 我們也會留下文字的記錄 或者影像的記錄 以後有新的人來的時候 你才能夠跟他分享嘛 那所以像這樣子 戰略社區的一些人 好像是不但閉門討論 而且討論是怎麼對付另外一群人 那像這樣子的情況 在我以前就沒有過 那但現在因為在國際戰略社區裡面 台灣的經驗是非常重要 那所以我也不能說 只是因為我不習慣他們開會的方法 所以我就不參加這個戰略社區的討論 所以後來我們就有一個折衷的辦法 就是說 我當然是參與視訊 但是我把我自己討論的時候 我的所有的發言 我都不引述別人講的話 然後我透過我們現在就是同一個鏡頭 然後錄我自己的臉 我自己的聲音 然後只有我講的那些段落 我全部都公開出來 所以等於就是兼具了黑客文化裡面 徹底透明的部分 但是我沒有拿這個去要求 這個戰略社區裡面的其他人 然後一結束 我講的每一句話 就已經公開上網 那所以等於是 在這兩邊去求取一個平衡 對 那像這種事情 如果我入閣前 根本不需要花時間做這樣的 握旋 OK 理解 那當你在尋求平衡或者能力 我覺得對於一般人來講 每次我們在做一些判斷的時候 或是我在每一個職務上面 或是我在生活上每一個角色的時候 其實我們上世界也不要這個部分 對 那你如果以這個例子為例的話 你有思考很久嗎 或是說 譬如說你今天你其實大可以 我可以這樣做有沒有 嗯 說不定上廚是不參加的意思嗎 或是你根本 還是參加但是瞞著人家自己投投入 其實沒有別的選擇 那你其實可以連前面思考那段時間 都可以不用思考 所以也是您的第一個選擇 就是說 你其實可以不要參加 可是不要參加 其實也回應你所講的 是因為說你現在身份的關係 是啊 是啊 因為我們像我們吳釗燮部長也有參加 對 那 呃 我想要問的是說 那譬如說就是 當 因為這是不得不 所以你尋求一個折衷 那你尋求折衷的過程當中 你有花很多時間去思考 或是說你當期一半 你其實就覺得 就是去尋求一個平衡的方法 因為有些人會固執於 對 有些人會固執於 有些人會固執於就是說 當我在做範圍的時候 他會固執於就是說 就是 就是立在裡面 那可是你好像就是在角色上也蠻壞的 是是是 因為其實這個求解範圍非常非常的窄 那因為 呃 我直錄我這一邊的聲音 他們是早就了解 但他們 呃 也會擔心說 我如果在我講的話裡面 我說欸誰誰誰你講的很好啊 那其實就已經破壞了期限了規則 所以其實這個是很需要故性 就是 一方面他需要信任我 不會破壞他們的規則 二方面我也需要信任他們 不會因為說 欸我要參加的過程裡面 我會用一種徹底透明的方法 然後就 嗯 不讓我參加 或者是在我面前就不太敢說那麼多話 那這個其實我想你也很有想法 就是因為我們在前兩次錄影裡面 就是關於 呃就是你露不露臉啊 或者是說你的提問的過程啊 或者是前面的分享到底算不算錄影的一部分啊等等 我們也有過一些討論嘛 所以其實就是非常類似你歷經的這種討論 那跟主辦談話也有類似的討論 你說時間沒有花很多的時間 但是就是在每一個文化裡面 他們對於像這樣子的做法有不同的見解 所以就是每次都有溝通 理解其實就是跟我們前兩次一樣 就是說那個脈絡其實是很資格 反正其實我們就是前面是先公共嘛 然後建立那個互動的基礎 然後後面自然那個韌性就會變得很快 對 那我想請問一下 可是問題是 這個是因為說你有這樣的智慧大機會 所以就是說你可以這樣做有沒有 那你們剛剛既然已經有談到所謂的互信的兩個字有沒有 其實我覺得那個人跟人之間其實那不容易 那就要時間 那當然前面其實如同您所講 他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 那如果說今天要由您來提的話有沒有 就是說您覺得說對於一般的人來說 我要怎麼樣比較 你覺得互信這件事情是可以學習的嗎 或是說他是可以學習的嗎 然後我們上次不是有特別講過嗎 就是靠彼此積極聆聽來學習 所以那個是一樣的嗎 對 那是一樣的 就是從 對 你就是不要打頓別人的話 然後馬上做判斷這樣子 有一點 沒有 沒有 OK 然後從 剛才我們講到生活 工作上 對 生活上 對 然後有沒有一些部分是我們有提到的 然後你覺得變比較大的 因為我沒有上網去看就是 那個 您上次有預留伏筆 然後請人家 就是有沒有問題也請問這樣子 對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問題是 對 應該還好 還好 我是覺得說 除了剛剛有提到就是生活的作息變的規律 那以及工作上面 跨文化的程度變高之外 另外一個也是接觸到了永續發展目標嘛 那個是2015年提出來的 但是我是2016年才真的比較了解 永續發展目標的這個概念 那這個我覺得也是蠻好的 就是在以前我們會說做開放政府啊 或者是說做一些循環經濟啊 永續發展啊等等 它各自有各自的目標 但是有SDG這個框架 就是我現在印在名片上的這個十七色環之後 其實這些目標之間 彼此之間怎麼互相加強 就變成一個有一個整體性的一個概念 所以它的解釋起來也變得比較容易 那我覺得這對我個人也有影響 就是有人會問我說 那你2030年有沒有什麼想要達成的啊 那在以前都要講很多很麻煩 那現在就說沒有就是用去發展目標這樣 這是一個概念有沒有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那個比較抽象的概念 換成什麼具體的目標的話 那你的行動是什麼 是我想我在永續發展目標上面 就像我們之前有提到的 我主要還是在第十六項就是開放政府的方面 以及第十七項就是全球合作的方面 有一些具體的有些具體的貢獻嘛 就是一個氣候變遷數據 是我收集的你就不相信 或者你收集我就不相信 可以開發一些像330帳本啊 這樣子的技術來提高它的可可責 就是給得出交代的程度 那這個是17.18嘛 這也是一個具體的永續發展目標 那又或者是說我們透過像Police啊 等等的方式 讓各個公民都可以去提出說 除了GDP之外 還有哪一些是大家都覺得重要的 應該要發展的事情 或平方投票法等等 那這個就是17.17有效的夥伴關係 以及17.19進一步發展進度的量測等等 那我還可以再講很多具體的例子 但是這些都是169個永續發展目標的其中幾項 那如果說假如我今天是一個就是說 並不是這麼的 我的那個認知並沒有那麼的強烈的時候 我就是一個普通的 我舉計程車司機 不是一個比例子好嗎 因為像這部分的話 就是其實我在你過去的那個訪談 其實沒有記憶 也有看到你有提到沒有 那如果我是一般人的話 我要怎麼去達到這樣的一個目標 就是說比較能夠有連結呢 而不是說不是只是我還要再去看 因為我們上次也有提到 我們今天其實從一雙用自己帶筷子 自己帶杯子 這已經就是循環經濟了 對 所以 或是說 好比像說刷牙的時候節約用水 這個也是SDG6 或者是說 就是盡可能的節約能源出門關燈 這也是SDG7 或者是說盡量地產地銷 就是確保說所購買的農產品 是離你比較近的地方產生的 這個也有助於減碳 那就是當然都有一些具體可以做的事情 一般的來講就是當數字越小 SDG數字越小 它就越基本 也就越容易在生活上做 那數字越大就是SDG16 其實最後面兩個了 它講的是 怎麼樣子建立一個機制 讓大家彼此更和平相處 以及如何把全世界力量團結起來 這兩個本來就是比較抽象的目標 那你覺得台灣做得怎麼樣 我覺得台灣做得相當好 特別是在跨部門的合作上面 那這個我們也有提到 就是在SDSN有一個SDGINDEX 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去量測就是全世界大家做得到底如何 那在亞洲就是做得比較好的是日本吧 那日本上面是紐西蘭嘛 那當然台灣不在上面 但是 那個是联合國架構做的 所以台灣當然不在上面 對 但是如果以他們同樣的這個衡量標準的話 我們做得還不錯 是的 那您剛剛有提到兩點有沒有 一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就是國際參與的部分有沒有 就是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 對於那個 我先講國際參與的部分好了 那那個國際參與部分 的確這個部分是 我們這一次談的裡面 其實我也有擬定的一個範疇有沒有 那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從您剛剛講的 就是永續發展目標這部分有沒有 那這也是您關係的部分 那你剛剛也有提到跨文化 那我們覺得這兩者的話 我想跟您請教就是說 就是從小到大 其實您從自己學 就是您前所相信很多人其實都知道這樣子 那國際化這件事情有沒有 那到國際列結 其實這是不太一樣的兩個層次 我知道你的意思 那我想請問一下就是說 如果說就是就您自己本身來講的話 那 除了就是您兩個層次 一個層次是說 那一般你覺得你給一般人的建議 從就是所謂的那個 外語 因為我知道說 女演員能力很強 然後外語到國際列結 然後可以怎麼做 那就你自己個人又是怎麼做 這樣 我想外語現在並不困難 因為有AI的關係 所以自動翻譯已經是非常容易了 那如果你對一個外語有興趣的話 也有像DuoLinco等等的這些社群 可以很容易的一起學習 所以我覺得重點還是要找到 你用這一群不同的新的文化的角度 看世界的吃同道合的夥伴吧 就好像說我不會建議誰去學哪一種程式語言 而是說你想要探索哪一個學門 或者是哪一個方面的問題 或者就某一個人去發揮目標 那解決這個目標的相關社群 他自然有他自己比較習慣用的 不管是自然語言還是程式語言 那時候再去學其實就可以了 那我一直是覺得說語言 如果是沒有實際運用的範例的 或場合去學習的話 其實是學不太會而且記不久的 那我個人的狀況是 確實上就是需要一個語言 再去學一個語言 我並沒有單純為了說 我想要增強我的英文程度就去學 我英文是非常晚才學的 大概十四五歲才開始學 對於像理解 所以其實重點不在於那個語言 而在於就是那個文化脈絡的部分 對啊 就你需要進入一個文化脈絡 你自然就會學一些這個語言 就我怎麼知道 就是說 你那時候也有在做所謂的那個 閩南語 有一個部分 吳語 那時候我沒有學 上海話 上海話 對 但是才剛開始做就被挖角到內閣了 所以我現在上海話還是不會講 所以你是需要的時候才去接觸它 對 用不到才去接觸它 對 那個是因為那是Siri的一個功能 所以假設當時我沒有被挖角到那個 那當然我可能就會花幾個月學會上海話 到一個程度 那如果再回到就是說 那就是說你在14、15歲的時候 你那時候在學外語的時候有沒有 英語 英語 然後不是很多人 他其實像現在的小孩很快 他們從小一樣 或者甚至是幼稚園的時候就開始學外語這樣子 那您自己可能在14、15歲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在學的時候 您是怎麼樣 您就是完全靠自己自學 對啊 就是在聊天室 大家整天用英文聊天就先聊 對 那當時主要是靠圖卡 對 有一個叫魔法公園會的直牌遊戲 那上面每一個英文單詞 都有相應的圖片跟作用 所以學起來也很快 都沒有任何的困難 沒有 沒有 還蠻具有挑戰性的 不是具有挑戰性 就是還蠻順最的這樣子 對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簡單成績就是說 那對於很多人 好 那到了國際鏈結這部分有沒有 那你會給現在的 對 那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要怎麼樣去做到所謂的就是 像您所提的 如果今天我不是一個正文 或是我今天不是 我也知道就是說 其實現在有很多人管道 對啊 對 就是說我要怎麼樣去做到所謂的國際參與這件事情 那然後它又不是變成很特例這樣子 不過我是覺得國際參與現在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可以說是任何大規模的不管是遊戲也好 或者網路上的活動也好 什麼奶茶聯盟什麼東西的 它幾乎都是國際的 所以你說現在的年輕人 他完全沒有國際參與的經驗的可能反而是少數 他只要參加不管是病痛挑戰還是什麼 他其實都是國際的東西啊 並沒有哪一個東西不是國際的 所以我覺得反而是說在參加這些國際活動的時候 我們是抱持著一種尊重人家文化 而且願意理解人家文化 不是只是說 其實像我們之前兩次都有討論到偏向教育嘛 不是說我是服務學習的大學生 我好像就什麼都懂去偏向 是去教化他們 那抱持著這種大概就沒有任何效果了 主要的還是說那教學相障 而且是願意去進入人家的脈絡裡面 而且是以人家覺得有用的那些東西 先跟人家分享 而不是說人家覺得沒用的 但是你覺得很想教的那些東西去跟人家分享 所以我覺得這個在國際上面也是相同的情況 所以其實像我們從剛剛對話的到現在 進入別人的脈絡 那我覺得進入別人的脈絡 其實我們好像講的就是很雲南風輕 但它不是很簡單的事情 它就是很簡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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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簡單的人 但是你不能跟我講 他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人 真的嗎 我們台灣也有簡單生活節 也有複雜生活節 好可惜 我是簡單生活節被引擎到 對 理解理解 對 所以就是說 我們好像找的很雲南風輕 它是說不是那麼的簡單 那我也不過言就是說 那我要怎麼樣去理解人家脈絡的過程 我可以從您身上學習呢 或是可以跟我們分享 對 可是剛才我覺得你已經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 如果你是把它想成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 那它其實有點像自我成真的預言 它就會變得很複雜 但是如果只是很簡單 就是你認真講 我認真聽 我認真講 你認真聽 我們如果不在同一個地方 想辦法把頻寬視訊設備弄好 但是還是你認真講 我認真聽 那這樣子其實就沒有任何別的複雜的部分 它就是回到一方認真講 一方認真聽 就這樣子而已 那所謂的閒聊跟真正的對話 什麼意義它的差別在哪裡 其實對我來講 閒聊本來就會產生意義 就像我們在這邊office hour 任何來的人 他可能帶著不同的目的 但是我到最後一定會講到 永續發揮目標 一定會講到廣光裡去 那是因為我看事情的角度是這樣 所以你跟我不管講什麼 我用我的角度講出來的時候 一方面同意也脈絡 但是二方面我的價值是很穩定的 這要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滿滿的 這很像辯論 就是說其實在互動的過程當中 就是說你會有你的觀點在 但是不是在你來我往的那個 就是談話的過程裡面 我們會有不一樣的主張 有沒有 那那個思考法是怎麼樣 就是說 你可以能夠這麼的專心 在你自己的發展目標的脈絡 因為其實這個部分 我在前兩次的勇氣 我自己也有觀察到 對 那那個也要怎麼樣去半導 就是把自己當成 你上次說什麼 八十歲的老頭 還是七十幾歲 就是當成 每一天都是最後一天 其實這樣就很容易 這句話嗎 有了 這個應該是別人講的 你講的 我有說這個創業比較早 那所以到最後都是做公益的思考 對 對 對 前面也有講到的 對 理解 理解 所以 每天都當作是最後一天 是這樣嗎 或每個片刻都當作最後一個片刻 就是我等於只活到商人堂 其實這個也是我這兩天一直在想的 就是每次跟您對話完之後 都會回去再重複思考說 就是我們之間的對話 就是說 其實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說每一刻都是最後一刻有沒有 但是事實上 你覺得這個是因為 就是對我來講 好 就對我來講 不會覺得那是因為說 我的年紀到了這個點 我覺得那是時間上面有的經歷 但是對您來講 您其實相對來講 你年紀很多 可是因為你早會 我覺得很多人對你身上有很多的名詞 像那天我們也提到 就是說 我有很多的費用 我是說 當然 有很多 這是我們那一天的討論 但是 對我 還是回到您身上 就是說 你會覺得就是說 對 我想起來那天為什麼我想要80歲 感覺上你身體上好像住了一個老靈魂 可是那個東西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人家把你當作是一個天才有沒有 可是你覺得就是說 你會有80歲那樣的智慧 然後是因為說你比人家聰明嗎 因為還是說那是因為說 你從小有不同的成長途徑 還是說 好 我的問題其實很簡單 我的問題就是說 就是說 你說就是說 你每天都當作是最後一天 但是你又那麼年輕 那很多人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 那是不是 就會歸結 就會有一個歸結 就像你常常講我一樣 你不是講我 這是我們討論 就是說我問你幾個方式 就是說 很容易讓人家覺得說 那是不是就糖漏 相對來的 他就是比較聰明 比較是 我就沒有辦法從你身上做一個 我是覺得有一些比較難學習 像 現在是心臟病 我們之前有講到說 我每天 在從小到12歲以前 睡覺的時候都不知道 明天行不行的來 那種照顧保氣的那種感覺 要跟他相處 那或是像之前提到說 我一個人的時候 就是 不會有心跳過快的情況 那跟別人相處 偶爾有的時候 也常常深呼吸啊什麼 等等 那這些都是求生本能 所以不是在我有意識的情況下 學會的 那所以這個我也不覺得 就可以 就是看一本書就學會 大概沒有辦法 那能學會的呢 對 那能學會的還是 像您剛剛講的就是 如果一個人他一定 有一些年紀之後 他也會覺得說 那他人生累積出來的智慧 雖然不是說 從小就有一種 好像要做公益 或者永續等等 這種想法 但是 越接近說 那我生命已經比較成熟了 那我就有更多可以給予的嘛 而且我也會更理解到說 那什麼好像聚集在我身上 有一天也是會散掉的啊等等 所以我覺得也不一定要 12歲就了解到這件事情啊 你20歲 50歲 70歲 了解到這件事情 都不晚了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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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說 那 你對於就是說 那別人常常會有那種 所謂的接口論 就是把你 就當作是偏才 這樣的一個概念 你怎麼 你怎麼 你怎麼想 就他的創作嘛 欣賞他 那你覺得就是 有一個 有一個 命理是 常常不管是在哪一個方面 大家常常會 去討論 就是偏才跟平庸之間的差異 有沒有 那你的看法呢 就是他的創作囉 就好像說 有人創作說 這個世界是分成 就是火焰的善神 跟 黑暗的惡神 可能還可以出一本 喬達圖斯特拉如是說 那好像是一種挪用 但是我的意思是 就是說 每個創作有他的脈絡嘛 我欣賞那個脈絡 但不表示我要去符合他 理解 那對你來講的話 我相信 譴責的話 就是比較多人去講 那你對於平庸的看法 是什麼 我是覺得 平庸對我來講 就是和光同誠嘛 就是 不去特別彰顯 關於自己的事情 而是說 一切就是 比較自然的狀況去應對 那這個我覺得 也是一個蠻好的狀態 或者是說 其實在目前的狀態裡面 您目前的狀態裡面 您很難達到所謂的 就是說 回光同誠的狀態嗎 我這樣理解 我不知道有沒有錯 就是說 您說就是說不太 不要太過 就是 不要太過 我相信您的個性有沒有 您應該 不會是喜歡 就像我們講的 就是說 出現在那麼多的場合 但是事實上 或是 破崩自己 或是把自己 揭露出來 我的感覺啦 我跟您遇到兩次 可是事實上 像你 譬如說 您現在要做到 首先 您剛剛講的 和光同誠那種狀態 其實是不是 有相對來講 是有點難 那我相信 我相信 對很多 如果你覺得不難 OK 可是我相信 世界上 至少有一半的人 好像比較內向 但是 面對他的工作 他是不得不的 那這時候就是說 可以怎麼 如果你有建議 您覺得可以怎麼做 那睡過八小時 那前一個問題 就是 事實上就是這樣 就是說 跟自己相處的時間 至少睡眠的時候 是不被中斷的 所以 如同你剛剛所說的 就是如果對於 跟人的人際的交往 等等 覺得是說 好像他是一直在 損耗自己的經歷的話 那至少你每天睡夠 那這件事情 就可以把它補回來 那比較擔心的是說 也為了要 迎合其他人的時間 所以導致自己睡不夠 那睡不夠的話 其實他就有一點像 是欠高利貸一樣 就是隔天那個 就是跟人相處的時候 扣精神的那個 比值就又更增加了 那他是比較容易 就會好像欠高利貸一樣 那所以對我來講 就是每天都睡夠 其實就還好 對我來講 並不是特別困難的事情 理解 其實我也有在想睡每天的事情 對 我其實我不知道是 你剛才週末的時候 可能在那邊發夢吧 我終於比較理解 就是說 你講八個小時 其實那個睡 其實我覺得 我好像一直執著在於 就是說 就是睡 就是實體的睡 所以我會 一直不斷的追問 就是 就是你講的 就是說 好像就是真的在睡覺 一定要熟睡 一定要6加2 4加4什麼把它湊足了 那其實就是跟自己相處的時間 對 對 我後來有點感覺是這樣子 因為我上次 我有一個很純的問題 就是說 就是說那有沒有科學的證據 然後我還真的有去查 這樣 可是後來其實 我是沒有想到 我今天會得到的改善 就是說自己跟自己相處的狀態 但是我後來有發現 就是我後來有感覺 就是說 因為它是不是就是另外一個 因為另外一個就是說 把您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 就是一個就是 您曾經有講過就是那個 Law Data 然後它經過就是 您跟你自己相處的過程 它變成了一個不一樣的 不是不一樣 就是一個 您那時候有講的 就是結構性的東西 對 那當我們今天在活動的過程當中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介入 我可能沒你那麼聰明 我就是可以進入我的對話裡面 對 可是你可以堅持你自己的主張 堅持你 你可以 對不起 不是堅持你的主張 就是說 你還是堅守 堅守你的主張 你的觀點 我不曉得我這樣理解 這就是說我可以保持我的觀點 因為它是在睡眠裡面已經 就是一致化了的 它是前後一致的 我們叫 有人翻成自洽 就是Self Consistent 對 那就是自我一致的 但是 但是我因為這樣的關係 反而不用花那麼多時間 再維持我這個結構的平衡 我可以花比較多的時間 再從你的角度 看你的世界是怎麼樣 那在今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再把它整合進我腦裡的結構 可是你會不會覺得 也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那大家 你覺得就是說 大家其實就是 熟會講說 那就是IQ180 很容易就像上次 他講的一樣 對他來講的話 已經是一種超能力了 那我要怎麼樣去 就像我們後來 我覺得的時候 就是解惑解惑 解惑 解惑 那種感覺 就是說 事實上對我來講 其實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一樣的 的 的人 這樣子 就是說 你就不用去care他 嗯 可是不用去care他 跟 也很難做到 也不是不care就是 保持一種欣賞的態度嗎 保持一種欣賞的態度 可是這是很有趣 就是說 像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您也有提到 那時候我們就說 我好像大叔就看到你 對 然後你就說 課委會會用 對啊 唐鳳過台灣 對 那您其實也有提到 就是說 其實我問 我是說 誒 他們也沒有經過你 沒有啊 從來沒有問過 對 然後就是說 你其實 可是 您也不見 我問您 會在意 會在意啊 就是用欣賞的態度來在意 用欣賞的態度來在意 對 那你之前的講法是說 好像只有 藝術或者 就是美學方面 也許可以採取這個態度 對 但是在一般工作上好像比較困難 但是其實我把任何都看成類似像藝術一樣 可是好像已經是一種 是不是 你可以隨時問 這好像已經到了一種 一種 形而上的狀態 嗯嗯嗯 是嗎 形而上的意思是說什麼 形而上就是說 嗯 其實這會 會變成一種 一種 無線循環的詢問 嗯 因為它 我所謂的形而上的 你說滿街皆是聖人那個狀態 沒有啦 沒有到那個程度 因為我很想知道 你什麼時候會生氣啊 這是 對 我有講啊 你如果生氣 我會被你的情緒影響 這個上次有講過 哦 我上次講的是說 因為我很累 對啊 如果你感覺到疲勞 或者你感覺到生氣 感覺到悲傷 或剛剛感覺到 嗯 可能覺得發生車禍很嚴重 等等 那我多少也會受影響啊 事實上你有看著我受影響 對 事實上 對 抱歉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但是一下就過去了 所以就對我來講 受影響那個是一定的 我並不是說 沒有這些情緒 只是過去的比較快 哦 過去的比較快 對 理解 那過去的比較快 就如同你剛剛其實 我一段不斷的一直在請教你 就是說 那究竟他是一種之間的能力 還是你在你的位置上 因為你的人好像是一個縮影 對 大家的快轉 快轉 2.5倍 對 快轉 快轉 你其實幫我定義了一個 一個名詞 對 對 比較輕鬆的談一下 2.5倍的話應該要100歲 2.5倍的話應該要100歲 OK 你想活那麼久 啊 為什麼是2.5倍 我現在很認真的在發問 因為你之前講 八九十歲 然後我把我現在的年紀套進去 就是二點幾倍 對 大概大概100歲 對 講到這個東西就是說 額外查出來 然後你在 就想 慢慢來 嗯 就是 很多人會希望說2020年是消失的原因 對 這是我額外查出來的 是 那對你來講 因為我今天其實有在想這個問題 可是我不可以 就是 因為主角是你 對 好 分享就留在 你的意思是說 然後我就 重新來過 明年還叫2020這樣 欸 我不知道這裡會怎麼想 但是那是我看到的 就是說很多 因為今年發生蠻多事 那對我來講 我會覺得 哇賽 我會被領導 嗯 沒關係 我也分享 請說 我在2020年的第一天 那一天其實我剛好就是接完稿 然後就是 站在那一個就是 就是有點 對 就是站在某一個地方 看到那個 那個就是煙火這樣 然後 根本它就是一個跨度 我前一刻其實很累 我剛解完稿 回到家 然後同時傳來一張照片 就是101 我剛好就是 快點煙火 對 我剛好在那邊下車 所以就是一個 一個跨 那一麥上 那我看到了 因為101他打上去 就是台灣 台灣 那時候還沒有加油 沒有 對 疫情還不知道 大家都還不知道 很累 但很新 因為我要迎接新的一年 對 那我相信就是說 在2020的最後一天 我其實不是跟你綁 因為那時候 我們綁他 應該是一次結束 但是我覺得 這兩月 我相信我在跟你互動的過程當中 我的ending其實是 我的這一年年度的ending 是很快樂的 那對我來講 我不會覺得說2020年 我覺得快樂 那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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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你也可以感覺到 每次跟你談話的過程當中 其實 其實 我不知道 那就是 可能就是那天我會跟你講 就是說 那是一種力量 他也覺得 你知道其實他很累 可是他那天我可以感覺到 他很sizing 那種感覺 有點增幅 的 對 那天我們只要增幅 對 對 那對您來講 就是說 可是對很多 可是我們再回頭來看 可是對很多人來講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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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可以只有看到 看到 看到就是說 很喜悅的一面 比如說禮拜六才結束的金馬家 很開心 對 很開心 對 可是 其實也不可惠言的 當然當中 還是會 就是說 因為今年疫情嘛 所以很多的騙子還沒有進來 那些我都不太提了 那對您來講 你會覺得就是說 那當 有些人跟你想說 2020年 其實是 希望是消失的一年的時候 那你會怎麼樣去看待 確實啊 因為我一天當中 很多的時間都是在跟各國的朋友視訊 所以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當然希望說 不要有這個 SARS2.0的這個病毒的出現 然後 很多也都還在非常慘的狀況 對 所以 就是我可能 因為我的工作的關係 所以 比較多時間是在跟真的很慘的狀態的人相處 那而且他們的 不管是官員也好 智庫也好 怎麼樣 他為什麼會花那麼多的時間來跟我 或者跟台灣防疫團隊的人討論 當然就是希望說從我們這邊獲得一些力量 或者一些做法等等 對 所以對我來講 當然 您剛剛講到那一種 就是 自己當然很開心 我們防守得很好 但是偶爾還是會想到說 那其他人過得並不好 這種 悲心交集 對 這種狀態呢 那我當然每天都是這樣 確實 是 那 既然講到這個的部分的話 我們上次也有提到就是說 他也會覺得說防疫好像講了蠻多 對 但是事實上這兩天有沒有 其實我們又啟動了所謂的秋風圈 秋風圈 對 又一波起來了 那這些部分的話就是說 我們在大阪獨底下有沒有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比較新的狀態嗎 對 就是說分享給其他的 因為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其實像今天的新聞 我們剛剛講的是 他們的那個安保署署長來了 今天也有更高的 對 對 那是政治論點 對 那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說 在這一塊比較新的一些動態嗎 好 我們現在大概主要還是疫苗的有效的分配 那我們在上次討論的時候 還沒有公佈我們的施打順序 那現在施打順序好像已經公佈出來了 那另外就是我們在最後 從現在到疫苗開始施打中間 要守住 那這個守住 確實就讓 其實剛剛講到秋龍專案的這件事情 變成 好像中間有一陣子 大家已經好像忘記戴口罩了 或者是已經覺得 啊反正沒事了 等等的這個情況 那但是 我想台灣的一個好處就是 當大家看到說 確實從各地回國的這些朋友 或者是來這邊的移工朋友等等 他的那個趴數比以前高非常多的時候 現在在街上也好 在室內也好 我又看到大家又重新戴回口罩來 那 所以也因為這樣我們搭配著 實名制也增加了他的產量嘛 然後 5塊錢降到4塊錢 9片變成10片 那像我中間 確實也忘記去拿實名制 忘記了兩期 後來都就是護台灣駐世界就是捐出去了 那但是我從 可能過兩天開始 我又會回去拿實名制口罩 對 對 那那個疫苗地圖的部分 嗯 對 疫苗的分配 我想 重點還是要先知道那個 疫苗的低溫保存的情況 那因為目前的低溫保存技術 從 最困難的 就是他一批要在非常冷的情況下 才能夠使用 到其實 現在也已經有一些廠家已經研發出 不需要用那麼多乾冰 就可以使用了這個技術 所以 目前大概沒有太多細節可以分享 因為我們要等 實際第一批進來 然後他的那個保存的溫度範圍 我們才能夠據此去設計實名制 很理解 那這些過程呢 不管你分到哪一種 分到疫苗的時候 對 有很多的雜生出來 嗯 例如說像剛剛 雖然我們在講疫苗這個部分 對 那我知道你 我們目前是三種吧 那有一種 他相對來講 英國那個 那個 相對來講 他有溫度沒有那麼高 然後美國那個 他要再離開去 MRNA 對 那很多的雜訊 的部分 就是說 我覺得在台灣好像有一種狀況 就是說 其實也不一定是台灣 日本 各國其實也都一樣 在很多雜訊的狀況下 有沒有 那今天你在這位置上面 你其實 也沒有辦法 去 去 你還是用一種 西藏的態度去看 對 當然了 因為我們要言論自由 就是因為 希望有各種不同的見解 不同的角度 即使 那個言論自由 有沒有 它是很 很無厘 很無厘頭的 很無厘頭的 對 我們指揮官有句話講得很好 他有一次跟 一個應該是 小學生吧 總之一位小朋友 說 你看起來 人家是 很沒有道理的問題 從他的角度看 一定是 很有道理的 不然他不會問 所以你要先進入 他的那個角度 我覺得 陳智慧官這句話講得非常好 就是 那個 對 對 很多啦 非常多事情 其實你對 就比北京王教小孩子一樣 對啊 我們先追下來他的高度 去看他的世界 對啊 他講的一定 從他的角度看 一定是有道理的 可是 如果我想請問 就是說 就是 大概也 不管是今天在你的位置 或是今天那個 陳智慧官這句話 今天找他的位置上面 就是說 這會不會 是一種 就是 就是 就好像我們在講 CSR一樣 或者在講 PSG一樣 或SDG一樣 會不會就是說 我們就說 好棒棒 好棒 事實上是 我們就是說好棒棒 有人提出 粉紅口罩也好 彩虹口罩也好 電鍋針口罩也好 我們是說好棒棒 沒有錯 而且還把他邀來記者會 解說那個原理 當然是會不會就是說 就是 我不是在你的骨子裡面挑詞 我們覺得一般人 其實都是白人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說 會不會就是 大家也會覺得說 你其實都一直在 都一直在講好話 都一直在講好話 這兩個是一提兩名 理解 所以其實今天 當我在一種狀況下 我那種狀況是說 就是 我今天真的做得還不錯的時候 其實我可以文畏地去在意 別人在講什麼 或是說 這是一個層次 或是說 我可以就是說 不一定每次都要用一種 批判的角度 去理解一件事 對 但我的意思是說 像城市會官 在防疫的事情上 他民調可能最高94% 那還是知道說 有6%的人 是從他的角度來看 是不滿意的 那這6%很重要啊 因為他表示說 我們必須要給得出交代 而且這6% 才是很多創新的來源 因為他們可以 想得出更好的做法 如果他94%很滿意了 他可能力氣是花在 我不知道參加金馬獎上 就可能比較不是在想出 更好的做法上 對 對 有一點6%的創新嘛 對啊 你說其實你兩邊都看到了 當然了 那 對 其實我相信 對 對 因為很多人其實他 他會比較擔心的是 那個6%的我不好啊 所以就是把那個焦點 都比較放在那上面 會擔心自己每次在寫 那9%是4次的 是好的時候 其實我就會變成是 我其實就不是一陣在一種 你會看的角度 是一種 所謂的 你想要講大明確的 科學大 嗯 這個傳播的一個角度 對 確實 因為那個傳播角度 當然有好處 有些最基本的 好比像說戴口罩 請洗手 這個時候 那94%很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75%的人 統一這種講法 病毒就會進入社區傳染 所以就是有75%的人 至少覺得戴口罩 請洗手 是個好主義 不管他是指揮官講的 還是他們自己想的 這都不重要 重點是你要達到這個數字 那因為這個是傳染病學 它數字不騙人嘛 你只要降到75以下 立刻就開始攝取感染 所以我們保持這個 還是很重要 那你要把它叫做 大內宣也好 傳播也好 民音也好 梗圖也好 總裁也好 那隨便 但這個是傳染病學 它的基本要求 但是比這個再往上 確實就像你說的 說不定就因此 很多人會覺得說 那真的已經做得很好了 好棒棒 不會花更多的時間去想說 因為我們是不是 我們醫療體系 其實這一次好像在走鋼索一樣 其實沒有留到足夠的餘域 如果真的發生社區感染的話 我們以本來健保那種壓榨的那個程度 說不定還就是能夠撐的那個空間 有點不足 那或者是說 是不是有可能說 我們這一次這麼成功 是因為SARS 1.0嗎 它的大部分做法2.0可以用 但是未來3.0來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跟各國 現在已經開始學到一些2.0的新的解決方案 應該要開始跟大家學習 那如果大家一直停在94%的話 意思就是只有6%的人 會去像我剛剛講的這些題目 但是我是覺得等到疫苗普及之後 再去學習可能也不遲了 不遲 但是不能忘記這件事 對 所以您覺得很理解 就是 那也等於是說 其實上線的疫苗已經出來了 對 所以其實您也回答了一些答案 對 就是說 事實上其實我們也已經在備戰所謂的 對啊 是 是當然了 那放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在處理很多時間的時候 其實 其實 早一步嘛 這是早不管是早半步 就是超前部署啦 他沒有說超前多久 對 就是超前部署 一樣就是回到分別的 對 好 林傑 這部分 可是這很有趣喔 因為我們知道說 這是台日雙方 那我想請問一下 那對於就是說 日本的狀況 其實就像我們所講 你每天都要跟各方各個國家 各個時區的人就是互動 對啊 那我們也知道說 像日本他現在目前就是 就是他的疫情情越來越嚴重有沒有 我覺得我自己看到的啦 那就是說他們其實 我自己看到的一些外電裡面 他們有很多方法其實 其實也都是就是跟台灣其實蠻像的 就是很多步驟其實也慢慢慢慢慢慢帶也就是帶這樣子 那 可是他們還在這麼這麼有沒有情況底下 那我們可以怎麼 不要說幫助啦 就是說 那我們互相學習的地方在哪 對 當然就是說 就是說以疫苗的普及來講 其實日本需要疫苗的程度當然遠比台灣要來的高啦 對所以有時候在國際談判的時候 這個也是一個因素 就是說 為什麼在台灣我們是就是高優先等級的這些人先施打 但是在好比相處像日本 這些疫情相對稍微比較嚴重的地方呢 也許他們需要稍微比較多劑的疫苗 這個在COVAX的這個平台上面 是有一套計算的這個方法 就是說你越嚴重 當然你要達到那個群體免疫就越關鍵嘛 對那所以這一點當然是 專家們 WHO的專家們 已經有一套計算方式 這個就不需要我來幫忙啦 但是我覺得在日本這邊 我們可以向日本學習的其中一點 是我覺得他們一直都很願意去 向各國去看各種各樣子的做法 然後盡可能的去研討說 那下一次3.0來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子去做好準備 也就是說一方面 當然他要在目前來做防疫 但是我們也看到說 日本非常多的輿論也好 研究報告也好等等也好 他其實已經是往3.0的那個方向 去進行討論 就是我們未來要怎麼樣 再次來的時候 我們不要再犯在2.0的時候 的這樣的一個錯誤 那這種討論在台灣是相對少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可以 向日本學習的部分 為什麼您會覺得 您關台湯相對少的 因為我們用1.0的方法 已經把2.0處理得很好了 所以我們的精力 比較不需要去想3.0 對 所以那個其實把會讓人有更 如果說提前有所謂提前洞悉的人 其實他會更有那種危機感 對啊對啊對啊 是是這樣 所以你剛剛提到 對啊 除了規定的地方要帶口罩之外 你可能已經忘記要去買 可是也有很多人到家裡已經很激烈 確實確實 不過至少我們有實名制 所以不管你經濟狀況如何 一定買得到口罩 是 是 我覺得這個部分真的是 台灣真的 平那 我比較冒昧的在提前 對請說 那 除了防疫這個部分的話 有時候會不會覺得那個是 我們自己島內 或是我們自己國家裡面 自己在所謂的自嗨 或是那個就是 我這樣講 不會不會有網友的話 自己在自嗨 你可以 因為火搖到那裡 不是 你是說防疫很成功 大家修心情比較好 不是 本來防疫成功 心情就應該要比較好 這個應該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不是 那我這樣問 就是說台灣之光 是 可是對於台灣之光這四個字 它會有一種很反感的意味在意 可是 大家又很常 就是 很多情況 我們當然會贊成它的好 但是 會不會有時候我們常常 也是處於一種自嗨的狀態 那如果 對我是覺得像台灣之光 像台灣之光 我不知道這個 因為我在推特或這些國際上面 比較沒有看過台灣之光這個概念 那是完全往內的時候用的概念 往外真的要怎麼反 Spotline of Taiwan 好像沒有人這樣用過 對 對 那我們現在在國外都是 不是說台灣 can't help 就是說台灣 model 這兩個是最常見的嘛 對 那台灣 can't help 指的是我們樂於助人 台灣 model指的是說 我們有一套就是不犧牲民主人權 但是也不用犧牲就是經濟發展 我們不用犧牲大家的健康 但是也不用犧牲憲法所保障的這些 也包含經濟的就是做生意的權利啊等等 那所以就是什麼都不用犧牲 而是選每一邊站 然後用創新照顧每一邊的需求 這個是叫台灣模式 但是它比較不會被叫做台灣之光 因為台灣之光一般都是聚焦在 特定的一個產品 一個服務 一個人身上 但是台灣model的話是一套想事情的方法 對 就是一套想事情的方法 那這一套想事情的方法 是不是我們剛好不斷的 我們這一兩次不斷的在討論的一個面 一個一個脈絡 對就是說你看起來像零和的東西 總是可以做到更好的 這種想事情的方法 好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們弄到就是說 像今天其實會有沒有 對 其實它雖然是講AI 但是它還是新創 那包括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 其實它也是一個新創的 副化的地方 對啊對啊 育成中心 那我知道就是說 其實你也很關心就是 那個台灣新創的發展 對啊 首先我想先跟你請教 就是說那你對我們台灣新創的 它的觀察 因為我們知道說 就是其實 我們從小就創業 對啊 那台灣 其他國家其實創業都 相對來講 日本韓國他們也有 但是相對台灣其實 沒有那種的影響 台灣我想 第一個是因為中小企業所佔的比例 比日韓都大一些 那第二個是說 在即使是大企業 擔任一陣子的 尤其是管理職之後 很奇怪都會想到創業 所以這是一個 當然有沒有真的去創業 另一回事 現在是內部創業 對 但是這個好像是 從我有記憶以來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對 所以我是覺得算是一種 風氣吧 一種文化 風氣和文化 對 那跟各國其他的國家相比的話 那你覺得呢 就是我們課堂場的風氣 對 那不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因為就我自己說 其實就是說 為什麼會 第一個當然是 你自己人有這樣的經驗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我發現您 有 您甚至連那個就是 才在新北市的創業一方 對啊 是 那個做勇訓之後 不是勇訓之後 不是勇訓之後 是做現案 對勇訓 對 對 您都會去注意到 這麼小的公司 對啊 那我相信就是說 就是 您覺得就是說 這問題是說 台灣好像很難出動 做一個 就是政策的比較 我們都是那種 你說Appeer跟Cocoro 都不算這樣嗎 好像 我沒有說不算 因為這問題 我其實也被人家佔了 對 然後可是 我想問的是說 那這樣 這個就好像 就只有這兩批 而其他好像都很小 嗯 對 那很多時候大家會覺得說 是資金不夠 或很多條件不夠 或是五條很小 這樣 那 我想 我想請教的是說 跟其他國家相比 的話 那我們的能耐或 我們的優勢是 什麼 我想我們的優勢就是 我們在社會部門的這個團結跟群體智慧 它可以讓創業的人 如果他解決的是一個共通的環境 或者經濟或者社會問題的話 它可以走轉非常多次 它每一次可以靠著甚至是天使家群眾募資 就可以完全不用付出任何成本的 不斷的事 新的方式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如果沒有這樣子的一種文化在那邊的話 其實你創業一次就請家蕩產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蠻 蠻根本的一個東西 那 你說劣勢的話 我覺得還好耶 我覺得台灣創業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劣勢 因為 對我來講 並不是說在台灣創業就一定要待在台灣 或一定要在台灣上市 或者說一定要以台灣作為主要市場 或者要當台灣的獨角獸 我沒有這種 比較狹窄的這種觀念 我會覺得說 你在這邊想出一個很好的主意 但是到最後事實上是在別的地方 發揚光大 我覺得放眼我覺得非常好啊 那或者是說你在別的地方想一個主意 但後來發現說 只有台灣這個地方才能夠長得起來 所以繞一圈又把 就是你的團隊又挖腳回台灣 那只叫人才循環嘛 這也非常好啊 對 所以我並沒有特別覺得這是好事或者壞事 因為對我來講 本來現在創業就是made in the world 是全世界一起創作 對 全世界一起創作 對 這個部分 那如果 等一下 我們先延伸那個在台灣 就是前面我們講的優勢 我們就請教 對 我們先把Milo先拉在這邊 好了 全世界全球的創作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我覺得有很多的恨 其實很多人可能不是很了解 對你們 不是很了解 我說不是說很了解 而是說它其實是一個很能夠擊中 內心的一種感覺 密切 對 那可以幫我們多分享一下 什麼叫做全球的創作 因為我知道我很把揮 所以不多於一蹤 對 但是就是說 所謂的全球的創作 我相信這跟我們 剛剛 我們在之前一直不斷在討論的 所謂的社會創新 甚至到後 後面的地方創生 有沒有 那過程當中 就是說 您覺得全球創新 除了我們之前所對話 討論的例子之外 有沒有 還有沒有什麼 是 是您可以幫我們舉兩個例子 不管是在 您喜歡的領域裡面 或是公領域裡面 嗯 我喜歡的領域的話 那可能就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我是蠻喜歡喝的 嗯 是齁 但是我覺得它是開放式創新的一個 一個非常好的案例 而且是在全世界 不管是在哪個時區 我只要用珍珠奶茶來解釋開放式創新 所有人都一聽就懂 因為珍珠奶茶的特色就是 它有多重的緣起嘛 有很多不同的發明的理論嘛 所以到最後就誰也沒有專理 誰也沒有著作權 你用黑的白的塔皮歐卡 都算是珍珠 那你用南非過寶茶 用綠茶 用隨便什麼茶 也都算是茶 你用豆奶或者燕麥 也都算是奶 所以說珍珠奶茶的這三個 你可以任意的去抽換 到一個因地制宜的這個情況 那它所以賣的並不是特定的產品 甚至也不是特定的服務 它是就像剛剛講台灣model 一種把東西組合起來的概念 而且你不管怎麼組合都不會被告 都不會被告 對 對 它原來怎麼樣起源 對 這件事好像也過了 對啊也已經過了 那就算你把珍珠放在披薩上 也只會被抵制還是不會被告 對 我知道你在講什麼 對 我只是在思考 對 這真的是made in the world 就是說 那像後來珍珠奶茶 也變成奶茶聯盟的一個梗 對 所以其實就是說 任何地方的任何人 他都可以運用珍珠奶茶這個概念 去混搭成隨便他愛做什麼 那這個就是我們最早的講的混搭 或是可能從我們人類的差別在哪裡 對 就是這個就是啊 這個就是群眾智慧啊 就是群眾 所以其實如果今天我在 不管我在日本 我在韓國 或是我在美國 我在澳洲 我都可以舉這個例子嗎 當然啊 因為他們那邊也都有珍珠奶茶店 就是這個例子之所以那麼好用 就是我即使在伊索比亞 他們都聽過或者甚至喝過珍珠奶茶 那其實我只要講混搭就好了 對啊 他們混搭有什麼啊 那是他們的 事實上日本還沒有珍珠奶茶那麼好的例子 那嗎 對 我覺得 你可以用加州捲當作例子 加州捲是對壽司的混搭 哦 哦 明白 那 剛剛我們講到優勢的部分 對啊 不斷的try 你知道嗎 不斷的試啦 不斷的試 但是人的壽命畢竟有限 嗯 那你講到就是說 台灣的確這是有 我認為它是好 對啊 但是你不斷的試的過程當中 你有那麼多的時間 因為成本 你有那麼多的時間 對還有成本 你才有資金啊 對啊 那你不斷的去試嗎 所以就剛剛講到的天使也好 或群眾募資也好 只要你能講得出來它的公共利益 不管是對經濟的環境的 或者是其他的永續社會的 那 其實募資大概就會成功啊 然後如果不成功 你就知道說這個梗不好 那就再換一個嘛 周轉嘛 但無論如何對那個創業者來講 他幾乎沒有額外的成本 除了時間成本 當然如同你說 壽命是有限的 其實這問你們 那一題剛好也有提到 假如我們這本書沒有成的話 對啊 那犧牲最大是誰 嗯哼 我 為什麼 然後 好 沒有為什麼 為什麼 對啊為什麼 他解釋好了 因為我們反正都有書 對 或是少一本 對嘛 但是他這段時間 對 還有一個時間 對 不過我們素材已經 創用CC開放出來了 所以 對我已經出來 所以未來還是會有人 把他解機出版的 嗯 他的這一段時間 嗯 還有他可能 他可以去對這本書 他可以去找別的出版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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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對啊 但是問題是說 就是 實際一句不復版啊 或者我們可以把它變podcast 什麼的 哇 今天那也這樣是啊 對啊 主題把它弄的就是 就是 就是有一個主題是 他是一 罐子 嗯 其實每次見面 假設有七次到八次 他就會變八個主題 對 那在你的全魂搜索底下 假設今天我 譬如說盲人 或是今天是 對 他沒有聽 對啊 其實就很方便 對啊 而且我們錄音品質又那麼好 對 對對 是真的滿好的 好啊 所以我就說不斷的試 好像就是在那個 我們也要跟您攻 攻守之間喔 但是 事實上就是說 真的不斷的試的過程當中 他對他所要付出的成本 其實 有時候其實 其實 其實 好像我們有像 您想像的 因為就時間成本啦 就時間成本 這是最主要的 對 可是根本其實 也跟同一道 所講的一樣 就是說 其實就是從 那個 全部 全部放在下面 跟就是 部分 跟獨家 三個結論的差異 是是 這樣沒有錯 我真的講的 用老舊一點講話 這段時間 其實 我們兩個都有一個經驗 對 然後在我們在這個 過程中 我們也有一些守護 是啊 是 是 當然 當然 確實也是如此 確實也是如此 這就是我們 晚上講到12點 我們發現我們過完電話 是12點 是這樣 哇 我想說 他那天很累 然後 對 他很累 嗯 但是 就是說 你會覺得這件事情是 我覺得蠻有意思 蠻有意思 那我們當然也會評估說 我們的風險可能是什麼 對啊 對啊 但是想完以後就覺得 實際上是沒有風險可言 沒有風險可言 對啊 你都不怕 沒有關係 我不怕什麼 好 沒事 不怕 可是我很謝謝 就是 因為我們一直在想 那為什麼很久 對 對 大家都覺得這個 很新 就是 Youtube 然後再來 很熱 我剛才在想 真的是可以做 是啊 嗯 這很好的問題啊 嗯 這就看你們了 就看你們了 對啊 對 如果是用 同胸的風格來做話 一定不一樣 就是 又要跟過去 這些都一致 對 我們要做 這是一個可以問的問題啊 這是一個可以問的問題啊 對啊 你可以知道我兩天在理想什麼 嗯 對啊 OK 然後呢我們要找兩位 這個日文的聲優來配音這樣 其實我想日光已經配 OK 我都不反對啊 我覺得蠻好的 因為我後來發現 我們談的主題有沒有 因為我覺得 其實你拋棄一切的時候 其實想像力真的都出來 是啊 當然啊 那我在想說 請問你們每次在談的事情 其實是 我很跳躍式的思考 因為其實我剛剛 那禮拜五的時候 有跟你們分享 我們的思考 對無敬是不太一樣 那其實是我很跳躍式的思考 其實 就算是 我們每 就是 我們就是 就是靠著Jack的那個 的剪 就是Joke 對 對 他的那個剪輯有沒有 其實每一個都 都會形成一個主題 是啊 那就如同 對 15分鐘或是 20分鐘 其實我覺得就是 就是可以 就是把它做 就是稍微在 那個 對啊 給他一點點結構這樣 對 然後呢其實就是 如果就是附上 這個 對 大家就 你怎麼不喜歡你的書 對 對 書上也可以啊 當然啦 當然 那我們 好 那絕對是公開的 然後不送備 對 我覺得這非常好 非常好 有生疏 對 有生疏 真的啊 因為有很多 不管是忙碌人 或是我剛剛講的忙碌人 他們其實就可以看到 對 他既然想到這個 那 我反而是有另外一個話題要 好嘞 就是 那像現在那個Podcast 他們那麼熱有沒有 對 就如同您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他其實 他其實就很像我們以前 我啦 我自己想說變了廣播 對啊 對 那你覺得就是他 他現在 你怎麼樣去看 就是Podcast 他現在在台灣的那種就是 的那個樂度這樣子 我是覺得 當然 之前在iPod 就是Podcast的Pod 這個字出來的時候 本來就已經有一些 專門在經營這個的 因為我 國外也常常有Podcast訪問我 那他們其實很多都經營非常非常久了 對 那我覺得這次最大的差別就是在 製作的工具的民主化嘛 就是基本上只要有手機就可以做 或手機加一個好一點的麥克風 就可以做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變成好像 大部分的人不會再受地方的限制 以前你要做一個廣播 大概一定要到錄音室吧 對 那就算不是錄音室也要非常好的 錄音環境 可能要吸音免什麼東西 對 那但現在因為只要後製能解決的 都不是問題 所以就是在 不管是音訊的後製 或者是 我們這個房間 其實這邊還是有一些回音啊等等 對 但是只要你有一個還不錯的麥克風 加上後製的軟體 其實差不多都可以解決 而且其實聽不太出來之後處理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都變成好像可以有廣播電台的品質 但是卻不需要廣播電台那種設備 那我覺得這是有點像 智慧型手機讓大家拍電影或微電影 變成一件大家都很願意參加的事情一樣 對 對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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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想法的人就可以變成廣播電台的台帳 嗯 我一下子要提 嗯 我想法的人都可以拿 廣播電台的台帳 而且還不用買那種很大型的疊型天線 可能也買不到 對 對 而且你可以直接講 我知道你要講 直接講吧 因為我們就有情況 對 算是這個 就是董發caster的台公司分享 很好啊 因為他之前在中國大陸做 所以中國大陸的情況跟台灣 應該是類似的 但是其實 後來會覺得說 目前為止還是比較多人聽的 其實我要講的還是內容的問題 對 就是這個製作本還很低的 對 可是現在比較紅的可能還是屬於聊天系 是啊 不因為大家是想要放鬆嗎 對 但是 可是我覺得其實應該 聽狂播也是啊 應該是不止耶 我覺得我如果是小朋友 如果我是聽Podcast 我還是希望 除了有聽 但是因為很方便 我可以通常做別的事 就背景音樂 但是我比較沒有辦法聽那種很良心的事 嗯 因為既然如此的話 這麼多東西都是網上的 我理解你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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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說看直播 我就沒辦法能做 前面閒聊太久 所以其實主題我就關掉 所以我會 當然是因為 因為目前可能台灣還比較 開始 這個事情在刺激 對 但是你可能有更多選擇的時候 你應該會去 去在意它的內容 對啦 就是會更有 就是要有engagement 所以如果我跟這個製作人 沒有有意義的互動的話 那說真的選擇那麼多 為什麼要用這個形式 確實是如此 對 但我們也在像Patreon 這種平台上面看到 很多這一類內容創作者 他並不是賣他的產品嘛 他是基本上就是群眾募資 然後你湊到一定程度的錢 我就幫你做一集 或者是說你一個月給我多少錢 那一個月湊到多少錢 那我就再就是做一些更深入的調查報導等等 那這些其實我覺得都是蠻成熟的 兩三年前可能我們還會說 定期定額捐款 這個可能只有最大的NPO才能夠這樣做 那現在就算是 像民敵捐毒啊 這些其實也都已經很成氣候了 對 沒有錯 這個都跟上次跟你提到的問題一樣 捐款跟就是說 就是今天去參與 然後解釋一群人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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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Patreon的確是它很熱有沒有 沒有 那這部分的話就是說 剛才我們討論你的技術跟內部部分 對 你還有沒有要合同嗎 沒有的話我可能 沒有沒有就往下 就往下 對 就是進行來順 是 對 就是另外再來就是我想請教 就是說 那個 在我這邊我是有想到一個部分 就是我在跟您談的過程當中 您好像 我們有講到所謂的 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重點是 透明其樂的部分 對 然後 我不曉得就是說 對您來講 就是說 不管你今天是把自己去分開 那 那 你 你有 在這 這次你 或是在你成長的過程當中 就是拒絕這件事情 對您來講 對 我不知道 它是在一個什麼樣的意義或比重 你是說拒絕對方的一個邀請這樣子嗎 對 因為我覺得 這些事情不容易 就是說 就是藝術是 就是拒絕這種藝術 但它也可能是一種技術 那我不曉得 對您來講 就是第一個當然就是 你的現在 你的生活的狀態 因為從以前到現在 然後還有在就是說 那 當然 對 就是先 對當然就是 我當然不會直接拒絕嘛 我通常都會說 那是不是有另外一種更好的 合作的方法 像 其實我們就剛剛在那個 Halifax 論壇 其實那也是一種拒絕嘛 就是人家邀請我參加一個 off the record的討論 那我事實上是拒絕了 但是我拒絕並不是說 那我就退出 而是說 那我們來想一種 就是你不犧牲你的原則 我也不犧牲我的原則 的一種方式 那所以這個也有一點像 剛才講到的就是 如果有一些批評指教等等的話 那我們一方面承認說 我有不足之處 二方面趕快來說 那你行你來 你的方法真的很棒等等 就是說這兩個一定是 在同一時間發生的 不會說 我先拒絕 然後過兩個禮拜 再來跟你說 我想到一個更好的想法 我一定是拒絕的同時 問你說 但是你覺得這樣會不會好一點 這樣 所以其實 那您最近 這個是因為說 你本身現在工作所需 所以你會直接拒絕 如果說 你現在又沒有 不是因為說 您是那個政務的話 那是不是 你像剛剛我們覺得那個例子 你參與的那個戰略社區 不過那樣的話 根本不會來邀我 來邀我 當然是因為我是民國的代表 對 假設這個經濟不存在 那你是會拒絕 直接就拒絕了嗎 那當然 因為我有我的原則 我的原則其實已經公開了 所以如果忽視這些原則 而來找我 那我就會請你去先看一下我的原則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那如果說 那也不是拒絕他嘛 就是說 It's nothing personal 不是針對他而拒絕 不是因為他有什麼特色 或者是沒有什麼特色而拒絕 而是說 我條件已經寫在這邊了 那如果你想不出更好的 可以說服我的方式 那本來這個就是我的條件 那像其實這次採訪的透明性 也是事前都已經2016年就寫在網路上的 所以並不是說好像 我們這次有採訪 我趕快去寫一個透明原則 那個透明原則早就有了這樣 理解 因為 因為 嗯 嗯 OK 嗯 對 對 這個透明性可以都是沒有底線 當然 當然 嗯 對 如果你就是不小心講到了 好比像說別人的隱私 就是不在場的人 然後 你忽然間 神來一筆 想到別人的隱私 而且講出來了 那當然我們也提供這種事後 你就說幾分幾秒到幾分幾秒的效應 這個是一定可以的 因為那個人並沒有同意你在這個公開場所講他的事情 這個我們之前也發生過 嗯 對對對 就是來office hour的人 但是提到 不是他自己 而是別人的事情 嗯 對 那後來那一段就整個 整個消掉 嗯 好 是 那 所以這個是 你意義貫之的價值觀 都不是因為現在你的身份 嗯 它是意義貫之的價值觀 但是因為我的身份的關係 所以這個價值觀變成一個 類似像是行政原則一樣的東西 也就是說 任何想要用這個原則的人也可以用 它不需要是我 甚至不需要是有我的價值觀 它發現說 欸用這樣的原則 比較不會開完會之後大家翻桌 開會比較不會白開 所以它是用一種工具型而不是價值的這種感覺來使用它 這樣 可是 你這樣子不會造成你很大的溃擾嗎 比如說像 隱私的部分 就是 你會很喜歡討論你跨性別的事情 沒關係啊 就是欣賞 可是你自己本身熱意去談這個事情 我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 就要談就談 對啊 所以其實對你來講的話 對你來講的話 其實是不是還是在那個原則上 你可以說 就是你 其實你不喜歡 但你其實是用欣賞 就是欣賞的話 也不是喜不喜歡嘛 就是說 你看到一個抽象藝術 你用欣賞的狀態 你可能一下看不懂 或甚至一下子覺得 我不知道桌子要傳達什麼意念 在我看起來 這就是三個色塊而已 到底厲害在哪裡 等等 但是你只要保持欣賞的態度 那總有一天 你會發現說 原來它是這個概念這樣 那就死了 那就不用去想這個了 但不會有一些遺憾嗎 不會啊 你在欣賞的途中死掉 那也是在欣賞的路上 你活得好入關喔 是我太悲觀了 我覺得本來就是 遲早要登出 登出就登出 對 因為我們上次最後要找 我還是想要把死亡這件事情 放在最後面 對 好 那所以 在這個part的部分有沒有 我還是要請您定義一下 就是說 那對你來講有沒有 就限制到好 因為限制到其實你已經完全 公開你自己的好 那 我相信還是會有一些頂線在 你目前就是 就你目前的狀態 你最低的頂線的意思是什麼 不是這樣子吧 而是說我自己的工作是公開的嗎 我有下班的時間嗎 我睡覺那八小時 顯然沒有直播嗎 所以就是說 這還是我的工作的狀態 這是我的工作的原則 那下班就歸下班了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還是可以分開的 就是所謂的透明性 那還是為了公共利益的一些 你要說核心價值也可以 但是這是跟公共利益相扣合的核心價值 就是為了包含饒舌樂手 但是主要還是新聞工作者 跟其他創作者們使用嘛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當然是有公共利益 但是對於我在睡覺那八個小時來講 我想沒有任何公共利益可言 所以如果他沒有公共利益可言 當然也就不需要適用這個原則 我可以說那底線其實就是下班 下班就下班 假設 假設 然後睡眠 科學家小孩做取救的話 這時候 有我有參加過那個 就是鄭淑莉的那個Sleep 的那個研究 就是念石念到大家都睡著 然後還有接那個腦破椅等等 但是那是在 就是也是工作 那也是為了公共利益嘛 所以就是在那一個場所裡面 當然沒有問題 對 對 對 就是公共利益 你真是一個大愛的人 嗯哼 我終於知道 對 那您剛剛講到下班的獨處有沒有 對啊 嗯 我們不要講到你的 我不是一個很習慣觸碰到人家底線的人 嗯 就是那個獨處有沒有 我們上次也有講到獨處的部分 對 那這個部分可以幫我們多增加一些 就是說 嗯 我們大部分聽到就是說 你從小的經驗嘛 然後我們上次有聽到就是說 背著一個包包包包 然後到旁邊 然後就是 嗯 自己一個人在那邊就是 其實一講到都沒關係 對啊 對 可是對很多人來講 其實它其實 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嗯 那 我剛剛其實也有跟你在講 就是說 其實我自己在 自己 聽的時候在想 我們 講話過程當中的時候 就想 我終於想 碰你講 碎琳的那個事情 嗯 好 我回頭頭來就是說 那 可是對很多人來講 其實 其實 我們從小大家 教我們說要 就是 就是 甚正獨 對 就是獨處的時候要特別謹慎 對 那 嗯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說 那你自己 我相信 對 你的 你的 你的想法 嗯 對 對我來講就是 為什麼我 大部分不用 觸控螢幕嘛 我都是隔著一支筆 隔著一個鍵盤 又隔著一支筆 等等的這種方式 呃 就是因為希望獨處的時候 呃 是以我自己 呃 當下狀態出發 而不是說 因為觸控螢幕 我想要誤以為說 螢幕是我自己的一部分 然後就 由這種下意識的滑動 的這件事情 來出發 呃 因為如果是透過筆 或鍵盤的話 我不是一個有意識的行動 他不會看到新的東西 但是如果是下意識的滑動 不管滑什麼啦 大概都會不斷的看到新的刺激 那在後面的這個情況下 呃 我覺得真正意義上 就不是獨處 呃 就是跟我的獨處 是啊 是啊 其實一部分也是被手機剝奪 對對對 就是說它剝奪掉你的獨處時間 讓你進入一個非同步 但是還是社會性的狀態 對 對 但這個東西是提醒還是可以練習 這可以練習啊 就是不要用手碰螢幕啊 就阻隔了 先做了一些阻隔 對啊 對啊 我講完了 剛剛那個是一種 剛剛那個是一種方式 剛剛那個是一種方式 對不對 對啊 那可是在那段時間裡面 那是因為你現在很多的事情 而且有很多事情 他必須要經過很仔細的思考 就跟醫生一樣 就跟醫生一樣 要按我的腦力 去想很多的事情 嗯 那可是問題是說 對於一般人來講 有沒有 其實像 像 比如說我 好 不是不定是我 就是說對 有很多 沒有 不一定要思考那麼仔細的 或很多 就是那個 邏輯心要那麼巧 那他其實有些 會很害怕 自己一個人 他沒有辦法安靜下來 嗯 因為你剛剛分享的是 你的狀態 嗯 那我覺得 其實謝謝你 你跟我們分享這個狀態 因為你確實 那 那 對於就是說 那種就是真的就是 很害怕 但是事實上其實我一想說 好 那怎麼辦 可以給我們更進 可以聽Podcast 什麼樣子 對 或聽音樂啊 就是一些聽覺得 比較沒有那麼 有侵入性的 或者是 我所謂的侵入性的意思是說 等於是 立刻就要求你去做一些行動的 對 那這個在一個人的時候 是蠻重要的 因為 如果你是一直滑手機 然後跳出一個廣告 好像限量 這個不買客席 打六九折什麼東西 那這個時候 你立刻就又進入一個行動的社會 對話的狀態 那這個就等於是沒有在獨處嘛 所以就是聽一些不會叫你去行動的 Podcast或者是音樂 我覺得那是蠻有幫助啊 看書呢 看書也是一樣啊 但是就也要看是什麼書嘛 有一些書它是 你隨時看一看放下來 然後還可以再繼續看的 那也有一些書它是 你如果不看一個大段落 那等於沒看的 對那所以 當然如果獨處的時候 又想要放鬆 那我想還是推薦前面的這種 那我想還是推薦前面的這種 理解 理解 所以其實回到頭 是不是我剛剛 這我剛剛所提的就是說 那害怕獨處那怎麼辦 所以我剛剛講啊 就是放點音樂啊 對啊 可是那部分也有一種情況是 就是有所謂的內向跟外向 對 內向者必須要從 補償或是這樣的修行面積去能量 對 然後外向的話 他其實要透過更多更多 對啊 所以就是要平衡嘛 就是有些人也許就是 他的時間可能不是 八小時跟自己相處 他可能需要十二小時 那也就是按照自己的時間 然後再 對啊 因為我一直在問這問題是說 很多時候 很多人他想要 不管這跟年紀有關 很多人想要獨處人 但是像 即使到老 就所謂的 可以就會老 我們現在所謂的首領 對 然後看大家其實就是說 很多人還是會反應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就是 我不知道 還有是 不一定是害怕 甚至是不知道怎麼樣獨處 這樣子 或者反過來講 創作也不錯啊 就畫畫之類的 有些人寫書法 有些人之類的 就是做一些創造性 但是不一定 立刻就要做到什麼程度 的這種工作 那也蠻有幫助的 那如果說像譬如說 我再去唸一個 就是 EMBA 就是讓 那也是一種創造性工作 沒錯 但我想EMBA很難完全獨處完成吧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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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解 這部分你可以想要再問吧 沒有 還好 那我繼續 OK 好 另外還有一個命題就是說 您剛剛 就是那個所謂的 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 我想要先進行 這是我們有提到所謂的 其實那是因為說 我上次有跟妳講說 我遇見妳 對 然後就是說 我會覺得說 這個 我想通透了 所以我覺得它是正常 對啊 但是 但是 一樣的就是說 很多時候大家會覺得那是一種 非常感 或者甚至 用正常跟不正常的 對 那最近其實 普克萊有一本很暢銷的小說 它叫正常的人 是 對 你沒有看 沒有 請繼續 它是一個其實是在的那一個 那個 它是翻譯小說 然後寫的 然後裡面其實它 也是透過了兩個人 然後在探討所謂的 什麼叫正常和正常 那 我們就是說 在第一次 我們談一個時候 您跟我們分享的一本書一樣 從所謂的 反 就是 不正義的問之論 對 然後 你怎麼樣去看所謂的正常和不正常 這件事情 對 你剛開始講正常人 我就想到是 就是 有拍影集 我是應該先聽說過這個影集 對 這個應該是它原著小說 對 OK OK 我還沒看過 對 就是很多人稱讚 對 我會覺得 當然 現在的一個實際的情況就是 每一個人大概都是異常的 因為我們在網路上面 不太可能再有像以前那樣子 一大群人在相同的時間跟空間的刺激裡面 就算你硬把大家集合到同一個空間跟時間 只要你讓大家能夠開手機 那每個人都實際上還是在不同的世界裡面 所以 因為常態這件事情 因為維度已經太多了 已經幾乎 已經幾乎 喪失意義 那所以我會覺得 正常人這個概念 也許在 就是手機普及 換屏網路普及以前 可能還有一些 詮釋的作用 但是 現在可以說是 已經完全喪失意義的一件事情 對我來講 所以是打破反例 就打破這個界線之後 就沒有所謂的正常不正常的界線 那你說所謂的就是定義都不見了 我會覺得定義都不見了 因為以前有所謂的常態分布 那個還是在一個維度 或最多兩個維度 你到三個維度的時候 常態分布在哪裡已經很難去想了 那何況現在在網路上隨便就16個20個不同的維度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已經沒有常態分布可言 有的是一個一個 嗯 注重就是小圈圈們 或者是 大家有一些共同的hashtag 它稍微流行一陣子 在那個時候出現一個adhocracy 就是想像的共同體 但是一下又散掉了 對不對 那在這些情況下都沒有正常可言嗎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了我怎樣形容一套系統跟所謂的人理論呢 那當然是回到就是說 就是說 像我們之前所討論的思想脈絡的理論 它就會回到你 其實另外一個常常提到的名詞 是所謂的人理學的態度 就是它可以是往內的嘛 對就是說 如果現在我們在講是一個人的德性 那本來德性就是一百個人會有一百個德性 那所以就沒有正不正常的問題 是你怎麼跟自己相處 然後怎麼先跟自己相處之後 能夠跟別人相處打到控好等等 那只要你用德性論的這個取境的話 其實常態分佈什麼 根本不是你需要用的概念 那個是效益論才需要用的東西 理解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說 我們覺得說過很多效益論 嗯 好 那但是 所謂的效益論跟德性論有沒有 那你可不可以再到我們 其實我們只是講定義 其實也是 對 其實你就隨便找個哲學大詞典就可以有定義了 對 但是 對你來講的話 你覺得 你自己的 德性 你認為的德性 或是你認為的 品格 或你是什麼呢 或是你自己 嗯 我會說自發互動公好 絕對是這三個是核心素養 我們把它寫在這個 雖然的國家總綱裡是有道理的 自發互動公好 簡稱自動好 好 沒錯 對 這樣算是要 因為為了你 蠻好實 你國家再 總綱再看了一下 對 不過總綱蠻容易看的 對啊 他的那個 是 你包容 雖然我們有很多差別 那是因為工作上 當然 當然 那 有一些 有一些東西 知道之後 我的牙醫幫我拔牙的時候 都是這樣講的 哈哈 好 好 哇 自發互動公好 對 所以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怎樣去看到 就是說 小時候你被霸凌的狀態呢 對啊 是啊 所以就是 就是對我來講 我自發的去了解 霸凌我的人的這個想法 那我了解之後 可能因為看了一些 莫特索利皮亞集什麼 就能夠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用一種新的方式 跟同學互動 那這個就是 對我來講是自動好 就是 我不是去想到貶低 或者是復仇的那個方向 而是去想說 那結構上 怎麼樣不要再發生這種事情 這樣 你從來心裡都不會存在 這真的是我妹的問題 來聽你請教 就是說你心裡都不會 帶著 你心裡從來都沒有 恨意或怎麼樣 因為你真的被提到 提到會寶 對啊 然後也因為這樣 就是說其實你的家人有沒有 就是說你母親父親 對 對 那你心裡這一關 你都沒有 就是 都不會放在 都沒有放在 一點 就是 就是放在心裡面 然後 好的東西它會 它會滋養 對啊 會的東西它會滋養 當然當然 對啊 你的意思是說 我現在在想到那位同學 我還會不會有 恨意當然不會 怎麼可能呢 這是一個層次 一個層次 一個表 對啊 有些東西是生在裡面的 譬如說 今天有一小孩 可能小的時候被霸凌 被綠帶 會不會是 你意思是說 它會要act out 就是在環境裡面 重現它 雖然不舒服 但是比較習慣的那個狀況 這個我覺得 然後或是 就是在心裡面 就是 某一塊它 不一定是執念 可是它可能就會造成一種 有時候人家把它稱為 就是 青春期的漢秘 那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蠻了解這個意思 我覺得 我覺得這分成兩個方面來講 一個是說 因為我是在結構上面 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不是在個體上面 去 基督善恩仇親那種 就是有恩報恩有仇報仇 你這個體層次當然是 就算你有恩報恩有仇報仇了 其實這沒有用 因為那個你剛剛講的那種 類似情義節的東西 還是在心裡 對 那所以 對 所以你還是覺得說 它是有存在 還是會存在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的回應 是在結構上去回應 而不是在個人的層次上去回應 只要你是在個人的層次 或者在擴大一點點 在貼標籤的 對於特定群體的歧視 或者症狠等等的方式去回應的話 那當然那樣子 是更加深自己心裡不舒服的感覺 而且也並沒有讓自己變得更好 那但是因為我是在結構上去解決它 而不是針對特定的人或特定的群體去解決 所以當這個解決之後 本來的這樣子的一種感受 其實它已經沒有什麼剩下來的心力能量了 那這個叫 有很多講法 sublimation 升華 對 升華作用 如果用精神分析的講法來說的話 這是一方面 那另外一方面是說 你說那我長大之後 即使是說 我們現在宣戀國教課綱已經把我們之前想到一些結構放進去了 或者是說 覺得說那現在也沒有像當年那樣子 就是提罰啊什麼 大概都已經好很多了嘛 但是這畢竟還是台灣的狀況啊 以全世界 尤其我們寧靜的一些管轄領域來講 嗯 狀況也沒有好很多 事實上 比起 1980年 我自己小時候的狀況 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我們寧靜的國家 現在狀況 可能更糟 對 那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 並不是說好像我們把眼睛可見的問題解決 就解決了 那當然也是說我們解決這個方式 或這種 思路 台灣model 我們還是很希望說 那其他的地方也可以 多多少少參考一下 不一定是跟我們一樣的做法 但至少知道說 你看我們以前也戒嚴啦 我們現在也走過來了啊等等這樣 所以 個人部分就是用結構式的方式去解決 就是說 未來不會再發生類似的事了 對 那在我觸目可擊的範圍 結構上 我做了一些行動 這些行動讓未來 不但同樣的事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而且發生在其他人身上幾率也減低了 對 這個就是為什麼每次訪問的時候 其實 你可以在腦中裡面有一個結構跟關聯 或是不需要放肛 對對對 你用範圍 我其實很想問 為什麼你一直沒有要求放肛 對 因為其實對我來講都是同樣的事情 對 因為你會回到 其實你自己所要講的 所以其實 對話的故事當中 其實是被你牽引著走 因為我沒有像你一樣 有龐大的那個就是 物資產地的話 我其實也在 失落 所以其實你也請你幫幫我 沒問題啦 沒問題 不是 因為本來 如果你已經擬好一個反鋼 我們當然配合演出 那也是可以 可是這個不 sustainable 就是不永續 它這個架構有點像 一個就是喋喋樂 很薄弱 很容易就倒 所以我覺得像我們這種 比較是 我們講的過程裡 會一直援引上一次的 上兩次的等等 我覺得反而是一個 比較可持續的一個結構 這也是我蠻喜歡很多的故事 但是會不會很容易就是 假如說就像 就像上次請教人的問題 就是說 對話論裡面 它有一個門 有一個導師 對 他在待電影 然後有一個對話過程中 那是因為你強大的邏輯 你強大的觀點在裡面 對 所以這也其實也是 讓我們在禮拜天的時候 沒有禮拜天的時候 覺得它可以有一個 每十五分鐘 其實可以解決變一個 對 對啊 可是如果說假設今天 在一般的對日常生活當中 如果沒有辦法 有這樣的狀況產生 不過當然在我們工作 你說沒有這種語役嗎 還是 所以我們沒有這種 這種慾話 或是我們沒有這樣子的一個 對 語役也不會有 這是一個非常漂亮的意思 就是 我們沒有一個 這樣的狀況 那我們應該 我們怎麼 我們難道就是告訴人家 對話的文字嗎 如果就是說 他一定跟我講說 那也是 他在場 他才有感覺 就是那個對話的動力 那如果說今天 看文字的人 他 然後 假如我們有忽略就是說 再用例子去全身他 那一般人的狀況底下 一般人他 可以怎麼樣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可以用VR 對啊 只是五分鐘之內就會頭暈 所以 那時候就只能看一下下 對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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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很貴 主要還是價錢的問題 他一定貴 嗯 是為什麼 我們沒有辦法像 像中國大陸那樣 其實我覺得他們 他們已經也可以做到的 就是說 就是 不投運 但是他融合在他的教育 有啊 XR Space已經做到了 有做到了 有做到了 因為他現在是搭著 中華電線5G賣了 如果你跟中華電線5G一起辦的話 好像只要 往往寄了1000塊 之類的 嗯 嗯 那蠻好的 對 就是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的就是 嗯 對啊 對啊 但是台灣有 你講的一些 對對 1990塊 對 我要講的是說 這其實都是時間問題嘛 像 Magic Leap 我也是 最近才第一次用 那 也可以想像說 如果他變得更便宜的話 那 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尤其同感的那個部分 很容易就可以誘發出來 因為現在的VR還是 你得把就是 現實世界 先全部擋住 然後再透過攝影機 然後再進到眼睛裡面 它中間還是多少個一層 對那但是像 Magic Leap那種 就是它其實就是普通的眼鏡 但是它可以把東西投射進來 那 而且真的許許如神 即時跟你互動 那等到這個再更普及的話 我覺得 我們剛剛講說 你只看文字 沒有辦法在哪裡還原 因為沒有第一手的經驗 等等這些 慢慢都可以解決 理解 理解 所以 理解 那其實這個就是 我有兩個問題想要請教 一個就是說 那就是想像力的髒指 對不對 另外一個就是說 當我在虛擬現實裡 我想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應該是 請教你的 就是說虛擬跟現實之間有沒有 當它被打破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那麼崇高的道德意識在裡面 但是明確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要怎麼去做那樣的覺得 那你會請你先回答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對大陸素人來講 他會在他不管他的認知論裡面 或是在他運動生活裡面 我們堅定清點就是說 想像一件事情 當想像力被打開的時候 因為我們台灣的小孩 常常被 被講說 你的想像力比較不會 那 這個部分 你怎麼看呢 對 我是覺得 像望遠鏡剛發明的時候 也是很昂貴啊 然後 他們觀察到的 到底是 土星或木星上面的斑點 還是望遠鏡上的斑點呢 這個是當年認識論的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 我們現在就是有點像 剛剛發明 反射望遠鏡的那個時候 就是 他要怎麼樣整合到這個社會的認識論裡面 這件事情是大家都在想 但是並沒有一個定論的事情 我自己的偏好是我在VR裡面 我只到實際上存在的地方 好比像說國際太空站 從那個上面看地球 或者是到深海的沉船等等 但是就是說我理解那些地方是存在的 只是我去那邊的成本過高 或者去馬特洪峰這個可能上去就死掉了 就是需要非常好的體能嘛 對那所以等於是說 它是還是共享的現實 就是我去了那邊 我跟同樣去過那邊的人 不管是我們同時在VR裡 或者是他還真的到過國際太空站 像Shuttleworth等等的人 那我們會有話題聊 但是我不會去那種純虛擬 完全是空想的這樣子的地方 那是我對自己的限制 就好像我不用 不太用觸控式螢幕 是一樣的道理 那當然後面有一個認識論的原因 就是希望說這個還是加到整個整體的認識裡面 而不是說變成好像我自己進入一個 您上次也有說思覺失調也是他自己的世界也不錯啊 也是一種幸福吧 的那種情況裡面 所以就是說等於說 如果按照您的 您剛剛這樣子的陳述 是不是就是說等於說 第二個問題就不會存在 對啦 就是如果一開始就是 以共享現實這個概念在發展的話 那其實只是超越時間空間的限制 讓人更容易達到共感 那你一旦達到共感 這些剩下來的文字你就看得懂嗎 但是我怎麼看得懂啊 如果是無論的我 其實就是說那我們的想象力怎麼樣讓我們每一個人更長期 你可以像在VR裡面 就是在空中雕塑啊 就是很多人用Tilt Brush 就是他覺得好像完全平空建造 零空建造 不是畫畫而是雕塑 但是他不受那個材料的限制 這對很多人來講都是非常好的一個美學體驗 而且完全不用學習 怎麼樣叫做完全不用學習呢 怎麼樣叫做完全不用學習呢 因為對大家來講 在就是平空這樣子 就是像我們用手勢啊 或者是做一些非語言訊息 這本來就是存出自然的 那現在VR只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把你的這些軌跡 手的軌跡記錄下來 只是這樣子 那當你就是這樣子做完之後 它變成一個像雕塑 那你可以回去再用各種不同的角度檢視它 所以這個是不用學習 其實不像說你要學優化或者調色盤 或這些東西 所以是不是這個就是初步 對啊 其實就是說從一種平空的一種 就是零開始 我慢慢其實我從零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慢慢就會有所謂的那個 建設慢慢的類似 是啊 就是你參與創造一點點 其實對於你的建設力 就已經有非常大的幫助 任何藝術形式都是這樣 是啊 是啊 我所謂的我講的 雖然我不知道你怎麼覺得 對 反正就是 我所謂的你怎麼覺得 反正就是說 我可能要花比較長的那個 反正我去思考你做這樣的 我自己 OK 沒問題 沒問題 就是才可以說 就是等於說 其實我就是要講白一點 就是我要講 就是跨出那一波 對啊 那我能動跟你請 我想要跟你請教 就是說 就是我第一次用戴上那個 VR 對 就是那個 Oculus 對 Oculus 對 他去看那個VR的衣服 其實那一張 我記得是 他在那邊揮來揮去的時候 其實我是非常的興奮 很參與 對 那我想跟你請教一下 我知道你可能沒想到 但大家很想過來 但是 就是可以跟我們分享到你第一次 可以啊 我第一次是用Gear VR 然後配上Note 就是有一支筆的手機 然後 第一次是 就是在那個 蔡英文總統勝選的那個晚上 對 還是選前的那個 選前的那個晚上 對 所以 我覺得這很有意思 就是 當時我的同溫層 正在因為一個非常解析度低的 一個 周子瑜道歉的一個影片 而沸騰 那這個應該 還有人記得 對 應該還有印象 就是1月15號的晚上 對 2016年1月15號的晚上 那但是當時我完全 沒有受到那個影響 因為 我就是用Starchart的這一套VR 那它是在Gear VR上面 可以直接從國際太空站的角度 看地球 可以直接去銀河裡面 各個不同的角度 從太陽系的任何角度 去看整個銀河 那 從那個時候 都 我待在裡面 蠻久的 可能 一個小時左右 那其實真的是有體驗到 那個縱觀效應 就是上了太空 人就會變比較好的 那個效應 因為覺得地球 很脆弱 然後 是就在我眼前 然後 也看不到國界嘛 那 就是 偶開天眼去紅塵 對 就有一首詩講這個 對 那所以就是當時就開始覺得說 那所以 地上的這些好像 就是你知道 國牛兩隻腳的那種 那種紛紛擾擾 什麼 大概就比較不會影響我 那是我第一次就是用VR 對啊 所以那其實也並不是非常早 對不對 對啊 16年1月15 對 地球很墜落 對啊 呃 對 這感覺其實蠻好的 嗯 現在回想起來的時候 又是一種什麼樣的表情 對啊 就是一艘太空船 對 地球 對啊 就是我在太空站 看著一艘藍色的圓形的太空船 也蠻妙的欸 其實你不會覺得它很美 你是覺得它很脆喔 嗯 很美但是 是很脆弱的那種 很脆弱的那種 就好像 嗯 女王頭嘛 嗯 嗯 嗯 對 因為女王頭快斷了 嗯 對啊 是啊 地球也是啊 對啊 所以我在想說就是 就同一種啊 對啊 那種感覺是什麼感覺啊 嗯 就是很美啊 對啊 也很脆弱 嗯 我今天晚上就可以很好的睡 嗯 你越來越聽得懂 好不好 OK 好 那你有沒有那個 想像力或另外要補的 嗯 剛剛講的脆弱 但是我就說 視覺上是看不出來它脆弱吧 脆弱是因為我們知道 可以看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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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對就是說 嗯 怎麼樣看得出來 怎麼樣看得出來 就是 因為背景是銀河嘛 或者整個太陽系 那 嗯 你可以想像說 我從太空站的話 它只是 好像這個這樣子一個大小 對 那所以 就是說對人來講 它如果只有這個大小的東西 感覺上是很很小的 就是你可以 嗯 就有點像是 這個 這個大小 然後大概在這麼近的這個位置 對 但是你就可以想像說 欸 在上面承載 全部的 目前為止的文明 在上面承載非常非常多的意義在上面 那但是 這就好像 我們說文明的搖籃嘛 但是文明也還沒有走出這個搖籃 所以 特別是覺得脆弱 就是 當它 也許有一天長大了會離開這個搖籃 但是現在如果這個搖籃不見了 被摧毀了 被一顆 因為在天空上也看到很多流星啊 什麼東西 撞一下啊之類 那 雞蛋目前都還在同一個籃子裡啊 等等 嗯 謝謝 嗯 嗯 不 因為第二VR剛送來啊 所以我剛剛買到 對 嗯 嗯 謝謝 真的真的真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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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我只是 我很怕我聊天 你知道嗎 沒問題 沒問題 沒有 因為那個要聊天 就是真的很像朋友在聊 嗯 另外的部分的話就是說 嗯 對 呃 澄清的 有一些那個是 我後來回去整理之後 我會有一些 嗯 那個我等 等一下再給你一下 就是求證 好啊 好啊 Fact check 對 呃 我這邊的話 還有一個部分 我相信我小心時間還夠 嗯 另外一個 有一部分是 跟今天比較脫節的部分是 就是 老年照後的部分 對 因為我知道 長照後的部分 我們前面平和所謂的那個 那個 永續經營 社會創新 很多的命 很多的那個 那個 範疇 然後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台灣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去年 嗯 你說那個人口交叉的那個 那個 人口交叉的那個 對 就是我們的 我們進入所謂的 超高齡 對 超高齡時代 是 那兩個層次 嗯 你不要 就是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說 呃 台灣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 呃 當我們面臨那個 所謂的 常常在面臨的時候 過老年交換的時候 因為這個問題跟日本其實也很想像 他們先嘛 他們先 所以我們可以跟他們學非常多 嗯 那又分兩 這個突進 對 那就是 他們跟我們學 然後我們可以怎麼做 嗯 然後我的 我相信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自己的感覺啦 其實也是我等一下要跟你 我等一下要跟你說 你說 您的父母親其實從小到大 相信其實 如果沒有那一份很深厚的愛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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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在聽的時候 那時候您有提到 就是說 那時候在糾結就是說 您到底是表現出 就是那個 就是 他因為你而離開工作 還是因為就是價值觀不同離開 後來 我們就繼續把那個 拉回來聽的時候 其實是 是兩者其間 嗯 因為那只中間一個差距而已 然後 可是 我想問的是說 現在就是說 就是 他也能臨到 就是說 需要你一丈 所以 現在你其實也是一個 全民 大家 大家 需要你的 然後 那這個時候 你說你要怎麼見過他 不過 他們身體都還非常好 所以 好像沒有這個問題 那我每個禮拜 不是跟他們視訊 就是會回蛋水陪他們 所以 大概都是保持一樣的狀況 所以 就是 後面這個問題是 不會 就不會存在的嗎 應該還好吧 因為 他們也 各自都還有他們的母親 也都還在 對 所以 基本上就是 在淡水 就是 延伸的家族也在 那我阿嬤 五個小孩也會輪流來看她 我們昨天才一起吃午飯 就是 一整個大家族 所以 就是 陪伴的部分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 對你們來講 你家全家都有這個 長壽的行為 有 我外公也是 一百多歲 才登出 那前面那個 台灣的 因為 大家雖然 會非常好奇 對 以我們家的自己的 經驗的話 我想就是要 讓大家在 平常就有公共參與的這種習慣 那意思就是說 所謂的精準健康 當然 裡面有一部分是 找出 讓老年人覺得 他 有貢獻的方法 那 不管是 他的智慧 就是作為業師啊 或者是 作為社群營造的這個 舵手啊 定謀啊 什麼之類 那像 我 常常舉的例子 我阿嬤 現在 快90了 那 她的年輕朋友 就是77歲 77歲 的 楊奶奶 我們口罩實名制 整個過程 我是去問她嘛 對 所以就是說 對她們來講 她們可以對於這種 不管是社區的事務 或者國家的政策 有一些具體的貢獻的時候 那真的 感覺起來 就是很年輕 因為她們就是 跟她們年輕的時候 參與社會一樣的方式 在參與社會 那 這裡面也很感謝 現代的一些APP的技術 比像說 穿雲件啊 什麼的 可以很快速的 把她們組織起來 這也是真的很棒 嗯 所以就是說 那 那個 其實是不是就是一種 被需要的感覺 對 就是被社會需要的感覺 被社會需要的感覺 對 被社會需要的感覺 為什麼一定要是社會需要的感覺 因為如果只是 被特定的一個人需要 那那個人燈出了 那她會非常空虛吧 那我不能就是說 就是我們 之前有提到的嘛 就是說 我一個人來 我一個人走 因為其實我曾經也被罵過 就是 我有 就是那個主張就是說 雖然就是說 我從幾身而出人了 對 但是事實上 當我落地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一個人 是是是 當然啦 確實是 所以我才是說被社會需要 不是被特定的人 例如像你的父親或母親需要 我剛剛的整個point是說 一個人找到他社會參與的方法 他可以是錄Podcast 也可以是什麼別的 那這樣他不受他的年齡所拘束嘛 那你到95歲還是可以錄Podcast 那為什麼會一定要 就是為什麼會一定要 就是為什麼會一定要 要參與社會 因為不然的話 會很快的進入實質的狀態 這個是有明確的學術證據 我知道有很多的證據啊 但是我不能就是這樣子 你早點登出早點標示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那這個時候你可能就要 就是討論關於 就是 死亡自主權啊 等等的題目 那那個題目我們也可以討論 我們那個題目可以討論嗎 當然啊 那在討論這個問題 因為那個部分其實我上次很認識 嗯 是啊 那我還是想問就是說 在這個部分的話 所以你的主張是說 你覺得還是要被社會需要 就我的主張是 就是我們登出的時候 把世界弄得比我們登入的時候好 對 那這是永續的概念 那所以年紀不管多大 都還是可以做這件事情 那年紀大的時候 做這件事情的方式 當然是社會參與 你才能夠讓實際上 讓你登出的時候 世界變得更好 那當然如果你一開始 並不是特別認同永續這個概念 那當然也不需要還我 剛剛講的這一套 我再講的只是我自己的看法 那如果是這樣的的話 那為什麼還會有那麼多的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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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危機 中年危機 為什麼危機產生呢 那可能就是覺得對 爛年一攤可能還是有一些放不下的狀態嗎 就沒有辦法很直面說 那就是爛年一攤 你要怎樣 所以其實其實我是爛年一攤 我其實就要經驗啊 其實其實我就會有 至少我們那個框架裡面是有 那個框架是水泥 對啊 是吧 那個框架是什麼 那個框架是水泥吧 水泥 就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空骨粒 空骨粒 我本來講空骨粒 對我有聽懂你的意思 就是說 我覺得 就是一個人如果很坦然的說 我沒有要受既有的 就是剛性的社會框架所拘束 他光是這樣子表達 其實就是為下一個 不想被這個所拘束的人 已經做了社會貢獻 所以我講的社會貢獻是很寬的 我所謂的社會參與並不是說 一定要去就是包個遊覽車參加集會 那當然也是一種社會參與 但我在講的是說 把你的個人的這個行動放在一個 未來的人可以發現到的地方 但它可以是非同步的 並不是逼著你去找下一個 也想要一攤爛你的人 而是說 我們透過像 這個YouTube的播放之類的 有人會看到嗎 那他未來看到 這也是一種社會參與 但是這個社會好像貢獻氣沒有那麼大 但是這個社會好像貢獻氣沒有那麼大 意思是 意思是說就是好像 不過真的又回到我上次的問題 就是說那好像就是說 你好像你必須在你某一個年紀裡面 就是應該要做到某一些事情 而且其實我也很坦白來講 我雖然能夠感受到你的寬敞性 可是其實有時候 我在聽你講話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感受到 其實你也會在意一些事情 當然 我畢竟說 就是說 我在說19歲的創業者的行業 可是你都互相處罪 其實你也是 我對那個episteme 就是我們維護一個知識的內在意知性 我是很在意 所以 你的意思是說 當你在講那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只是在維護 他的那個事實的正確性 對 就fact check 你 所以不是我所理解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講的那個 說虛榮性嗎? 不是啊 當然不行 我要問的不是虛榮性 我問的是說 不好意思 我要問的是說 可是就是說 社會還是對你會有一些期待 然後好像你綁著你 你30歲的時候應該要做什麼事情 或是要錄一個事情 或你要到底有什麼樣的態度 或甚至 不要講我可能有不住 我也曾經被人家講說就是說 那我現在這個狀況 那是不是就是一個路者 然後你的好朋友 要去試 就是 對 那所以就是說 剛剛我剛剛聽到你講的那個部分的話 我其實 我其實回到比較理性的狀態 就是說 就是 你認得很寬大的意思 但社會 就是社會其實是很現實的 它沒有想像 它是無管的 它沒有 它不是那種 它的那種蠻 對 我聽得懂你的意思 就是說 這個是我們上次有提到 就是一個是 純粹現實 事實性的層面 這個層面是 關於 事業給付 這一類的東西 對 那這個部分是 可以算得出來 但是剛才你講的是 Status 就是 Loser的話是表示它的 relational capital 有所損失 那這個不是能夠貨幣化 這根本算不出來 主要原因也是 因為這完全看你在不在意 你如果帶著欣賞的角度在意 那你就會覺得說 那這也是一種創作 對 那你如果是帶著說 那好像我這個在意 是被對方牽引住了 那這個情況下 那當然就算是 你的runway其實非常長 這個吃喝不醜等等 那那也沒有用 因為你會被別人的那個Status 所綁住 對 所以就變成定義自己 那我之前有一個具體的建議 就是換一個文化環境 因為只要換一個文化環境 這個問題自然就 解決越來越多一個面向 對 那但是如果 沒有這樣移動的自由度的話 那確實是會很辛苦 這個我並沒有否認 但是 這個就會回到就是說 其實也是 歷史場合裡面 就是歷史裡面 其他場合討論的一種狀態 就是說 就是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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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一個社會群體的風格 對 不過 我們今天就 今天就不再去 繼續回家 因為其實 你在之前其實就已經有回答 對 我自己跟他們就是 很感動 因為我覺得那個寬容的愛 其實是 沒有抽象 就是那個 因為那是一種被理解的寬容 對 我覺得很難很難做到 對 很難做到 好等一下 等一下 停頓一下 OK好 慢慢來 那你覺得就是說 台灣現在進入就是所謂的 對 超高齡 超高齡的時候 那我們其實已經做到所謂的 長高三點 對 但是 這個部分你有 關注他嗎 當然 但是 您覺得 您覺得就是 他的 因為我聽到的聲音比較多的是說 很大部分還是從個人出發 比較多是那種就是 就是 好像就是 你自己要活的好嗎 那概念要換嗎 然後你不要就是下一代就是 然後但是 就是 社會安全網這一塊有沒有 彷彿 我們沒有做得那麼好 彷彿啦 然後還有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過敏眼鏡 嗯 過敏眼鏡啊 有長照2.0的 整個社區的給付啊 等等 但是 不久又要破產 對 但這個都有解決方法了 主要解決方法當然還是靠科技嘛 就是本來一個專業的 呃 教服員他 呃 一定的程度下 只能照顧 可能兩個人或三個人的情況下 你呃 善用一些輔助師的 技術的話 那他是可以延伸到 可能 十個人 二十個人左右 那我想這一方面 很大一部分是 呃 把我們還沒有在 真正失能的情況下 呃的 以前會叫壓健康狀態 那現在會是說 精準健康 的這個狀態 呃 呃 我完全沒有看青春 今天游覽車的意思 因為我們這個呃 淡水那邊是眷村嘛 所以呃 就是一次游覽車開出去 長照成本就不知道降低多少 對 對 因為他們重新活化 整個人都年輕起來了 真的是這樣子 對 所以我是覺得 這種把人組織在一起的技術 以及呃 一些比較基礎的 好比像說 什麼外骨骼啊 或者是就是 智慧的助行器啊 等等這些技術 呃 有點像智商心理師那樣子的一種工作 那這樣子的工作 呃 對 那是我去法庫山系統演講的時候 他們送我的 對 嗯 但那個不錯啊 蠻好啊 對啊 您什麼時候去法庫山那邊演講 現在是活動把持嗎 呃 對 好像是也是今年的事情 對 今年的事情 不過那幾個字我本來就是 呃 之前就有把它翻譯成 呃 我們在自由軟體界的 一個術語 就是我很早就 呃 做了這個類似文化巧合的一個工作 對 所以我是覺得那個 我的態度是非常好的 對 嗯 所以那個是你怎樣的 嗯 嗯 嗯 對 我是把它翻譯成 呃 我們在網際網路上常常 呃 呃 我寫一個專案 別人因為我拋棄跳蜘蛛蜘 可以拿去做 呃 新的創法 那不一定是我本來想的 但我如果沒有那麼自大 我也可以看到說 也許他做法比我的好 那這個時候我要先去 呃 就是把他的那一份 又複製回來 到我的電腦裡面 那這個行面對他嘛 那之後他所改的跟我所改的 中心如果有一些 呃 糾紛就是改了同一行 他的做法比我的好 我要願意放下我本來的做法嘛 那這個是呃 就是必須要去呃 能夠接受他 那接受他之後 就是commit嘛 就是說那我覺得他的方法真的比較好 那在我的架構底下 他這個好的方法怎麼樣整合進來 那這個是呃 那最後是push 就是再把它全部再分享給全世界 那呃再次不再主張我對他的獨佔的創作權 那這個是等於放下他 那這個在我有一個演講叫看人之道裡面 就已經有做這樣子的詮釋 對 所以這也算是一種 嗯 比較熟悉啦 就是說這也算是一種轉應能力的 對啦 是啊 就是把國際開放圓馬社群的習慣 跟聲言的這個用詞 做一個互相轉移 對 您自己可能有信仰嗎 嗯我相信信仰的力量 您相信信仰的力量但是 這就是我相信信仰的力量 這就是我的信仰 您是嗎 嗯 這句話再上次你有提過 對 我不懂了 相信信仰的力量但是可能不會是 屬於大家今天認為的某一個宗教 都可以啊都可以 都可以 你信什麼都可以 反正信仰就有力量 你相信信仰就有力量 這句話的感動是怎麼來的 嗯 這是我覺得對我來講 嗯我信什麼 那個什麼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願意把自己放下來 就是好像 呃我只是拼圖的小塊 的這種感覺 那也有一種講法我覺得很美 就是說我們都是彼此的轉世 就是說我死後可能就變成你 但是回到這個時間線 這樣 那所以不管你用哪一種講法講 大概都是在講說 呃去抽離掉 好像對於從小到大只照顧 這個個體的這種習慣 那一旦超越掉之後 不管你是因為信什麼而超越到 其實都不是很重要 哇你很理睬 是這個是基本上你才去說 嗯 對 因為等於是說就是 傳統古希臘者去的一個 你把它完全就是 是是這樣 對 但是會不會是你有一種配合出來 對 就是說所謂的超人理論 然後被應用到什麼 就是到了那個 就是到了那個 新的 我這個就是要看排除性嘛 就是說 就像我常常講說 如果民粹的意思 是把公民的定義再擴大 那民粹就是一件好事 就是如果populism 把河流啊 山川啊 小小孩啊 石虎啊 都包括進來 那populism就是好事 但如果populism是說 我們要把一部分人排除開來 那就是一件壞事 所以 同樣的就是 山羽油脂皮安 它不一定是好事或壞事 端看你是 把它更含榮性的用 還是排除性的用 莫長你會怎麼用呢 雖然你們剛剛也舉了回覆的禮詞 那可不可以舉一遍就是說 那發生在您寫上的禮詞跟我們分享呢 可以啊 我們說 用含榮性的方法 來定義民粹的這個做法 好比像說 我們在 我們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上面的提案人 我們是允許 中英平台提案人用筆名 而且我們不需要它主張 它有投票權或公民權 那它其實只要有個手機號碼就可以 所以也因為這樣子在上面 最有創造力的一些提案 其實很多都還沒有投票權 那這個時候 我們也不會事先知道 他才15歲或他才16歲 或者是這個提案人 他是因為家人出了一些狀況 所以他為家人打抱不平而提案 這些脈絡我們都是事後才知道的 我們是就事論事 就好像他是一個立法委員一樣 因為他有收集到5000個人 支持他的主張 不管是廢除掉塑膠吸管 還是什麼別的 我們就事論事來跟他談 所以這種概念對我來講 就是inclusive populism 它是把公民的定義更加擴張到 只要有手機號碼的人 我管你幾歲 甚至不需要是國民 不需要有民國的國籍 那你只要有5000個人 同意你的意見 我們就來好好的回應 對 理解 對 五千人嘛 四十到兩萬人 對 那一個 是的 理解 還有 我想結束不要結束到 不要在死亡上面 我覺得也蠻怪的 也還好吧 大家不都是在死亡上結束 沒有 那部分的話 是大家比較關心的部分 那你要不要為今天就是 換以後 我不知道這個 它會變成什麼樣子 對 但是你要不要為今天 這段談話 因為我相信應該也蠻美經文 小時的那個 對 然後到現在 兩個小時嗎 好像不是 是兩個半小時 我問你之前 記者會上兩點還是嗎 嗯 我有 記者會是兩點半 對 好 那你可以用 你可以做一期 不過你剛剛不是說 你有一系列 要跟我fact check的東西 那個現在不處理嗎 要啊 要關掉還是要繼續 可以問 可以問啊 我是想 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是想到 你母親那一段 對 因為你母親那一段的話 我是知道就是說 她當年是因為說 就是你就是 對啊 那時候 就是邱美珍的書裡面有寫嗎 什麼在家裡投票啊 之類的 對啊 對但是 我有點誤會就是說 就是我 你那時候 是你 因為我那時候 問的問題的層次 是說就是 是因為說 你不同意那個價值觀 就是你母親 是不是不喜歡那個 工作的價值觀 那是因為她太忙碌 不能接觸啊 這是兩件事情 一個是說 一個是說 她離開時報 然後跑去商業週刊 那一個是說 她在商業週刊 那我們經過家庭的討論之後 那她從商業週刊 退出嘛 然後全職 來就是照顧家裡 對 那這兩個裡面 當然同時都有 就是她對本來的那個架構 事實上她在時報裡面 本來也有就是 就是 黨政那一方面的架構 跟她 後來比較關注環保啊 這個架構等等 都有一些取捨了 對 那所以 這是就是比較複雜的一個過程 所以 書裡面大概也就是幾段話這樣子寫 但是 我那時候會拿這個出來 講的意思是說 不管她的價值是為了家庭 或者是價值是為了自己的 創作的自由度變高 或者是說 要說她辦學 當然裡面也有包含自我實現的部分 也不完全只是說要照顧自己的小孩 也包含照顧別人的嘛 對等等 就是說這個很難完全拆開來看 但是當時舉出這個指示說 總是有選項 只是那個選項的機會成本 有的時候特別高而已 對 我理解 對 因為我想要釐清它 對 對 變有點 對 對 有一種這個故事的教訓式等等 但其實明明有很多別的 對 對 就是因為很多事情的東西 它其實是複雜的 當然 當然 但是我們可以去把它的小的簡單 當然 簡化一下 對 所以其實 因為你看得出可能有 對 所以你相信就是那個時候濟公園裡面講 對 就是那個每一個生命都有出路 會找到出路 對 不過他說生命會找到出路 但是不是說每一個生命都會找到出路 意思是說生命作為一個整體會找到出路 您可以在 這個字就是在講死亡嗎 對啊 因為他那一段應該是在講 就是說 就是說他會進入孤雌生殖的狀態 對 那所以他講的是說 這個群體為了繁衍 他會找到出路 但是他講的不是一個個體 這個個體大概沒救了 對 對不起 對 理解 我剛剛要問的是這個問題 所以我問 我還是想等到 好啊 那就下一次再來處理 好啊 那就下一次再來處理 然後另外的話 因為 你還有時間嗎 一點點 好一點 那我們下班好了 好啊 那我們就明天來處理死亡 明天時間比較好 然後可以 對 好啊 OK好 謝謝 謝謝 謝謝